绝世武魂 作者 洛成东 第2741章 今日 娶你狗命 尘封目光之中光芒一闪 忽然微微一笑 大步向前来到帐篷前面 然后 一声力喝 李万龙 滚出来 小爷来娶你小命来了 下一刻便是一拳凶狠无比的轰击而出 只一拳轰出 强悍无比的力量涌出 如同一条巨龙一般 将那帐篷给围在其中 下一刻 吃得一声轻响 那帐篷表面出现了无数巨大的裂缝 接着 则是变成了无数碎片 纷飞向了天空 与此同时 那帐篷里面则是传出来一声暴怒的吼叫 他娘的 哪个狗东西 竟然赶来吕虎须 不要命了是吗 尘封看到了帐篷里面的情景 那帐篷破碎之后 露出来里面 一片混乱 那最中间的位置 一把黄金胶椅放在那里 而黄金胶椅之上 则是盘踞着一名老者 这老者 此时上身星号星号 正是李万龙 李万龙年岁已经不小 但是他身体依旧非常强壮 身上一块一块 都是极为结实的剑子肉 一头白色长发 几乎垂到地面 他的双腿之上 则是各自坐着一位女人 而身体周围更是簇拥着十几名女子 这些女子几乎都只是披着几根绸缎罢了 极为的妖艳 此时 他们则是满脸惊骇地看着尘封 看着这个高大的年轻人 下一刻 才似乎反应过什么来一般 赶紧非常慌乱地 将地上散落的那些衣服捡了起来 披在自己身上 那老者 此时也看到了尘封 他目光之中露出一抹冰冷之色 盯着尘封 咬着牙说道 原来是你这个小兔崽子 你竟然还找上门来了 尘封微笑说道 你瞎吗 我就站在这儿 你还问我 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听到尘封如此不客气的话 李万龙更是暴怒 下一刻 这暴怒则是消失 化作一抹极致的阴狠 他盯着尘封 一字一句 冷冷说道 小子 你很好 胆子很大 但可惜 你却没有与你那胆子相匹配的实力 今日 你既然来了 那么就别回去了 说着 他一声暴吼 今日 我就废了你 他一声暴吼 如同一只大鹰一般 凌空跃起 双爪变成了漆黑的鹰爪 向着尘封狠狠抓了过来 在他的双爪 向尘封抓过来的同时 骤然之间 风云色变 天空之上 流云波动 形成了一片浓厚 而又巨大的千云 千云骤然之间 被活生生地撕开了 然后 在那裂缝里面 两只巨大的鹰爪 从中探了出来 向着下面的尘封 狠狠地抓了过去 那两只鹰爪 强大无比 带着凶狠之极的姿态 灵力无比的声势 搅动的风云 都未知色变 九星武皇 这是九星武皇的威势 在远处看见这一幕 谢白风脸上露出震惊之色 轻声呢喃道 虽然只是九星武皇初期 但是却是实打实的九星武皇 强横到了极点 在他旁边的图家文轻声说道 师兄 那陈锋会是他的对手吗 这李万龙 实在是太强大了 谢白风微笑说道 放心 我对陈锋有信心 他是一个聪明人 如果没有信心 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他是不会答应的 图家文点点头 而这个时候 李万龙那巨大无比的 漆黑色鹰爪 已经是狠狠地抓向了陈锋 即将来到他的面前 他脸上露出一抹 极度阴冷狠辣之色 更是得意洋洋 哈哈大笑道 陈锋 你这个小崽子 今日我就要将你宰了 你下一刻 就将死在我的手下 陈锋冷笑说道 是吗 我可不这么认为 小子 你还敢嘴硬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你忘了上一次 被我打得凄惨无比的那一幕了 他冷笑说道 原来 在他看来 陈锋实力还是非常的差 跟之前没有任何区别 他也没有将陈锋放在眼里 陈锋微微一笑 那就瞪大你的狗眼 看清楚了 接着 陈锋便是双拳狠狠地轰击而出 他这一次 用尽自己的全部力量 全力而为 那两只拳头 撕裂空气 化作巨大无比的金色巨拳 强悍的降龙罗汉之力 在体内涌动 三千枚橙色欲减 在身体旁边盘绕 轰的一声 这强大无比的两拳 和那两极巨大的阴爪 撞击在了一起 轰轰轰轰 炸裂之声不断响起 整个天空 都是几乎要被炸得破碎了 巨大无比的冲击波 化作无穷无尽的波浪 向四面涌动 谢白峰和涂家文离得那么远 都是被直接震得飞了出去 狂喷鲜血 身受重伤 两人对视一眼 都是骇然无比 陈峰和李万龙 实力强大的离谱啊 只是冲击波 竟然都能让我们受伤 此时 李万龙的那些机械 也是都被震得飞了出去 陈峰站在原地 纹丝不动 只是一声闷哼 身子向后痒了痒 而李万龙 则是身子重重地落在了座位之上 他脸上露出一抹惊骇之色 看着陈峰 震撼说道 小子 你明明驻六星五皇 为何却能力 扛住我的攻势 我可是九星五皇啊 你竟然跟我能打个平手 他露出极度震撼之色 然后 便是看到了陈峰身体周围的那橙色欲紧 又是一声惊呼 你的功法与众不同 你的天地之力 竟然是橙色的 这让你拥有了远超你境界的实力 对不对 陈峰微笑说道 算你看得明白 此时 李万龙看着陈峰 脸上的轻蔑 消失得无影无踪 目光之中露出深深的忌惮 陈峰的实力 远超他的想象 而陈峰 则是深深吸了口气 心中已然已经了然 他现在 已经是测试出来 李万龙和他的实力 现在是插香仿佛 都是九星五皇出气 陈峰盯着他 神色冷静 目光之中 却是露出一抹思索之色 现在 单凭普通的力量的话 我是杀不了他的 最多能够与他持平 但是 我却可以依靠一些 其他的本事 这个时候 对面的李万龙 已经是一声爆吼 又一次冲着陈峰杀了过来 本章完 第2742章 击杀 仿若想到了什么一般 脸上的忌惮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 则是浓浓的嚣张 小子 我承认你力量很强 和我插香仿佛 但是那又如何 你的武技 你的功法比得上我 你是什么东西 下面来的卑贱之人罢了 而我呢 我可是暗影帮的一级长老 我接触过的武技 是你根本想都不能想的 哪怕咱俩力量一样 我也可以完全碾压你 陈峰冷笑说道 是吗 当然 李万龙争宁道 因为 事实就是如此 他一声爆吼 我要动用我真正强大的武技了 而后 疯狂吼叫着 白死鹰找宫 下一刻 他身上的皮肤颜色忽然变了 一下子从 红润变成了苍白 接着 则是从苍白变成了铁青 就像是一具放置了多年的尸体一样 宛若僵尸 而他的动作 也变得极为的僵硬 不过 虽然僵硬 却非常的敏捷 他的双手向外疯狂地挥舞着 直接来到陈峰面前 转眼间 便是抓出整整九十九爪 而每一找 都有着庞大无比的威势 陈峰哈哈大笑 你以为你的武技很强吗 他笑容一收 冷冷说道 在我面前 你所谓的最强大的武技 根本看都不够看 还跟我比武技 你配吗 说着 陈峰冷笑一声 以手做刀 一刀斩出 正是佛陀灭魔刀 陈峰的佛陀灭魔刀 乃是堂堂的天际九品功法 而作为降龙罗汉真经里面的一门武技 他的佛陀灭魔刀的 级别还要胜过一般的天际九品武技 陈峰现在 相当于九星五皇初七的力量来策动 这一刀斩出 轰的一声 那所有的爪子 全部被轰得粉碎 然后撞在李万龙的身体之上 李万龙挖的一声 一声惨叫 直接被打飞出去 惊骇至极地瞪着陈峰 不可能 我如此强大的武技 竟然会被你这么轻易地粉碎了 陈峰微笑着看着他 轻声说道 咱们两个的武技 到底是谁强谁弱 李万龙脸色一下子变得一片通红 他战红了脸 心中涌起无穷无尽的羞脑 他就像是被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一样 颜面无存 他刚说了 他的武技可以完全碾压陈峰 但下一刻 陈峰就用事实告诉他们 被完全碾压的是他才对 这让他极大的丢了面子 陈峰冷笑道 觉得颜面无存是吗 颜面无存算什么 他咬着牙 盯着李万龙 今天 我要你的命 说着 陈峰疯狂向前冲去 以手做刀 一刀斩出 而这一刀斩出之时 忽然轰的一声 他的身体旁边出现了八个陈峰 九个陈峰向着他一起冲了过去 李万龙惊慌地看着这一幕 手足无措 之前他就无法分辨陈峰的分身 哪个是真是假 现在更没法分辨了 而现在和之前不同的是 之前他可以以利破支 因为陈峰那时候 力量不如他 但现在 陈峰的力量 和他不是一个等级 他破都破不开了 下一刻 他便是发出疯狂的吼叫 随便选了一个 任命一般地杀了过去 但是可惜 他选错了 那名被他攻击的陈峰 直接破碎 而真正的陈峰 和另外七个陈峰 则是一起斩在了他的身体之上 轰轰轰 攻势不断地落在他的身体上 那些陈峰分身的攻击 只有陈峰本身实力的两成 却足以让他感觉浑身一震 喉头发甜 心头发热 涌起想要吐血的冲动 累积之下 已经是让他受了轻伤 一声闷哼 嘴角有鲜血溢出 而陈峰最终极的攻势 由陈峰的本体 狠狠地劈在他的身体之上 这一下 落在他身体上之后 直接让他身体之上 裂开了一具巨大的伤口 从他的左肩 一直劈到右腰 伤口极深 足可见里面的内脏白骨 鲜血喷涌而出 他发出凄厉的惨叫 差点被直接劈成两劫 但就算是这样 也是身受重伤 他惊骇无比地瞪着陈峰 目光之中露出一抹恐惧 接着 他就眼睛转了转 神情有时变得嚣张起来 冷笑说道 小子 我承认你实力很强 他满脸怨毒 但是 你强大又如何 这里 是暗影帮的地盘 我是暗影帮的人 我现在只要发出信号 片刻之后 就有暗影帮的强者到来 到时候 你被围得结结实实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了 说着 他啪的一声 直接捏碎了一个白玉宝塔之类的东西 然后 那白玉宝塔之中 一道光芒直冲天空而上 他发出哈哈大笑 这一道光 冲上天之后 就可以引来周围的人将你斩杀 眼看着光芒即将冲上去 而就在这时 尘封哈哈大笑 是吗 你再看看 与此同时 远处的谢白风一声冷笑 也是捏碎了一个东西 那东西 也是发出一道光芒 却是蓝色的 那蓝色光芒刷的一下 击中了白光 两者瞬间都是烟面 看到这一幕 李万龙都惊呆了 楠楠说道 不会吧 怎么可能 我的信号怎么会被破掉 不可能的 骤然之间 他想到了什么一样 疯狂而有怨毒的吼叫道 哪个帮里的小宅子 竟然敢背叛我 谢白风从旁边走了出来 看向李万龙 淡淡说的 李万龙没想到吧 今天 你最后一次生机 是被我给阴灭的 李万龙先是一愣 然后露出果不其然的神色 疯狂地吼叫道 果然是你 果然是你 没错 当然是我 谢白风也是满脸恨意 当初你对我做的那些事情 不会忘记了吧 现在 报应来了 今日 就是你的死期 陈峰冷笑一声 李万龙 不用再拖延了 今天我就将你宰了 说是 他便是直接冲了过去 又一次施展浮光略引树 这一次 李万龙感觉 一股死亡的气息 向自己涌来 他忽然意识到 自己极有可能死在这一招之下 他发出凄厉而又疯狂的惨叫 疯狂的大吼道 陈峰 你杀了我 暗影帮饶不了你的 陈峰哈哈大笑 那是我的事儿 你就不用管了 现在 你给我去死吧 说着 陈峰依旧是一记手刀斩落 九个陈峰再次出现 再次向他杀去 李万龙发出疯狂而又绝望的吼叫 随便选了一个 但他依旧是选错了 陈峰大笑声之中 一刀斩在 他那伤口之上 轰的一声巨响 时间仿若凝滞了 天空上的一切 仿佛都停了 李万龙就那么静静地漂浮于虚空中 接着 轰的一声巨响 他的身体直接因灭成无粉末 消失得无影无踪 本章完 第2743章 寻找 连惨叫声都没有来得及发出 李万龙直接被陈峰斩杀 陈峰轻轻叙了口气 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庆幸 其实 论力量的话 我跟李万龙没什么区别 都是九星武皇初级 论五级功法 他也修炼的天际八品九品 和我也差距不大 但是 我修炼的是降龙罗汉真经里面的功法武技 哪怕级别相同 却是足以碾压 降龙罗汉真经 当真是给我良多啊 谢白风看向陈峰 问道 这些人怎么办 说着 他指向那些李万龙的机械 此时 他们满脸惶恐 一个个在那里在那里瑟瑟发抖 看着陈峰 目光之中充满恐惧 生怕陈峰将他们杀死 陈峰淡淡说道 于我而言 杀李万龙一人 足以 他们里面 若是有和你有仇的 你就动手 没有的话 就放过他们 谢白风摇摇头 跟我们结院的那个 没在这里 陈峰恩了一声 身形一闪 直接来到他们中间 每一次出手 便是有一名机械 一声闷哼倒下 转眼之间 他们已经尽数被陈峰敲晕 而后 陈峰找了一处山洞 将他们藏了起来 谢白风对陈峰说道 陈峰公子 事不宜迟 咱们还有三个时辰左右的时间 我这就带你去找 陈峰轻轻点头 两人向前走着 陈峰问道 谢白风 你怎么会知道 那个东西的消息 那个东西 又是什么样的存在 谢白风想了想 说道 那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存在 这个 还真是不好描述 您只要可以将它理解为 乃是某种金属化作金怪就可以了 哦 某种金属化作金怪 陈峰挑了挑眉头 心中已经大致了然 这片紫火沼泽里面 火焰无数 金属无数 穷年累月之下 有金属化作金怪 也着实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像是之前 陈峰碰到的那种五行狮虎兽 不就已经算得上是 初级的金属化作金怪了吗 想必 这个家伙 已经是在紫火沼泽之中待了许多年 所以对这里非常的熟悉 陈峰听完这个回答之后 忽然身形一闪 来到谢白峰面前 将他拦住 而后 目光炯炯地盯着他 一字一句说道 暗影帮的其他人都不知道他在什么位置 你又怎么知道的 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眼睛一眨不眨 观察着谢白峰的神情变化 若是谢白峰回答不上来的话 陈峰可要动手了 因为 这是最要紧的一个问题 同时也是整件事情的关键 若是回答不上来 那么陈峰可以将其理解为是一个陷阱 或者自己可能被有心人利用 因为 怎么想 陈峰都不觉得 谢白峰这等地位实力 会知道整个暗影帮都无法查到的一个秘心 谢白峰脸上露出一抹惨笑 看着陈峰轻声说道 你还真是问对了 整个暗影帮都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 为什么我知道他的消息 因为 在二十五年前 我那位对我极好的兄弟 曾经碰到过他一次了 而且得到了他的馈责 身上带有一丝他的气息 所以 说我能够感知到他的存在 找到他 什么 陈峰不由师生喊道 你之前说过 你那兄弟突然崛起 实力突飞猛进 难道就是因为得到了他的馈赠 没错 就是得到了他的馈赠 谢白峰正重点头 陈峰挑了挑眉头 似笑非笑说道 那么 难道你 没有存点异样心思 我当然有这异样心思 谁不想实力突飞猛进 尤其是我还身背深仇大恨 谢白峰咬着牙说着 他目光之中 闪过一丝灼热 但接着 这一丝灼热 便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他轻轻叹了口气 突然说道 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我没有像我兄弟那样的大机缘 我也没有像你这样的强大实力 所以 那东西我自己找 也找不到 就算找到了 我反而会命丧他手 也不会有任何的用处 所以 还不如 拿这个做一个筹码 来换取从你那里得到了好处 陈峰点点头 忽然伸手一弹 顿时 两本本厚厚的点击便是飞了出去 落在谢白峰的手中 解白峰一惊 问道 这是什么东西 陈峰微笑道 翻开便是 谢白峰将那密集翻开 便是看到 里面全是一幅附的图案 还有文字 这些图案文字 进阶微言大意 充满了磅礴的气势 和难以言语的强横 他看着看着 呼吸便是粗壮 目光之中露出浓浓的激动 而借着 这几种神色都消失 呼吸甚至都平住了 有些不敢置信 他颤抖着双手 几乎拿不住那两本点击 抬起头来 看向陈峰 陈峰笑道 这是两本天级九品的武技 作为定精 毕竟你也帮我 做了这些事 谢白峰满脸激动 这 这绝对不是普通的 天级九品武技 原来 此时陈峰给他们的 天级九品武技 是他从降龙罗汉真经里面 摘录出来的 就算是没有降龙罗汉 真经总纲的心法 有这两门武技 威力也远远超过 普通的天级九品功法 谢白峰也是明眼人 自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陈峰微笑道 给你你便拿着吧 这也是我的心意 好 谢白峰重重地点了点头 抱全说道 多余的话我也不多说 接下来的事情 在下必竭尽全力 他们一行数人一直向前 很快便是走了上百里路 而这上百里地之中 他们碰到暗影帮的人不下十次 但是解白峰为今日做了无数的准备 早就已经将暗影帮的虚实 摸得透透的了 他们都是轻而易举地 避过了那些暗影帮之人 很快 两个时辰过去了 陈峰眉宇之间 却是一片淡然 尽管还剩下大约两个时辰的时间 但是他却没有任何的着急 非常的从容 终于 绕过前面那片紫色火焰 和金属溶液构成的大壶 本章完 第2744章 紫火真灵 前面出现了一座小小的山谷 这小小的山谷 看起来非常的不起眼 陈峰看到 在山谷的边缘 有着几个暗影帮的弟子 在这里巡逻 只是这几个暗影帮的弟子 实力非常的弱 也就是五星五皇六星五皇左右 而且 他们根本不是在有目的的寻找 而是在漫无目的的游荡 显然 他们根本不知道 这座山谷里面有着什么样的存在 谢白风向陈峰使了个眼色 陈峰心领神会 几人寻了一个隐蔽之处躲了过去 接着 陈峰气息悄然弥漫 将他们四人裹在其中 确保不会被发现 接下来半个时辰 大约有两拨人来到此处 这两拨人 也只是在这儿溜达着看看 并没有发现其他任何东西 显然 这山谷太不起眼了 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们要找的东西 在这山谷之中 陈峰在旁边冷眼旁观 却是看出来一丝门道 他亲近目力 能够看到这个山谷的天空之上 时不时有一道绚烂的五彩滑光飘过 五彩滑光落下 同时 陈峰更是能够隐隐约约听到 一阵阵如同婴儿嬉笑一般的声音 只不过这些声音 却不是这些普通的暗影帮之人 能够听到的了 陈峰向谢白风点点头 而后四人避开那些暗影帮之人的耳目 向前而去 很快就来到山谷之中 进入山谷之后 几个女子顿时都是发出一声惊呼 好漂亮啊 他们脸上露出暮眩神秘之色 陈峰看了 也是缓缓点头 这里 确实是极为的漂亮 两个巨大山谷之中 到处都是巨大的紫色晶体 这些紫色晶体 造型千奇百怪 有树有花 有鸟有虫 非常的绚丽滑美 在天空之上的紫色火焰的照应之下 绚烂得宛如醉狂野的梦境 陈峰看向那山谷之中 山谷之中一片寂静 什么动静都没有 而陈峰闭上眼睛 细细地听闻 却是陡然之间 心里一凉 原来 就在他的耳边 骤然响起一个孩童的笑声 乍然而起 显得恐怖无比 宛若暗夜鬼影一般 陈峰本能的 便是一拳轰击而出 砰的一声 他感觉自己 好像是砸中了什么东西一样 陈峰感觉右手剧痛 而与此同时 虚空中 也有一声闷哼传来 一道虚影 悄然闪现 这道虚影 飘飞而出 瞪着陈峰 发出一阵清脆 而又稚嫩 但却充满了愤怒的吼叫 你打疼了我了 此时 那个小小虚影 终于出现 停在了十米之外 陈峰也看清了 面前这个小东西的样子 这个小东西 高度大约一尺左右 如同女人的腰肢 一般粗细 看起来矮矮胖胖的 煞是可爱 它体表呈现出一片火红之色 这火红之色的顶端 在头顶的方向 则是两半淡淡的绿色 充满了盎然的生机 它不太像是金属画作金怪 反而像是一个红彤彤的果子 画作的金怪一样 通体红色 唯独头顶两个绿色的的花鳄 花鳄之中 几根花丝伸了出来 四处飞舞 刚才击中陈峰的 就是一根花丝 吉彩轩两女看了之后 两人都是露出一抹喜悦的表情 显然很是喜欢这小家伙 这小家伙 确实长得也是讨喜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极为灵动 但此时 她的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 看着陈峰 里面充满了愤怒 只是 陈峰分明 从那愤怒之中 看到了一丝脚侠 显然 这小家伙可绝对不像是她表现出来的那么可爱纯真 陈峰看向她 微笑说道 不知道阁下怎么称呼 她显然是将这小家伙 当成了一个可以正式的对手 这小家伙 一听陈峰这话 也就明白了 知道陈峰看破了自己的伪装 顿时 脸上那股如同被欺负的小孩一样的表情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丝淡然 她看着陈峰说道 你可以叫我紫火真灵 这个时候 谢白峰快步走了出来 看向紫火真灵 深深义宫说道 多谢阁下二十年前对我兄长的帮助下 在下莫尺难忘 对你兄长的帮助 您忘了吗 谢白峰快速说道 就是在这紫火沼泽之中 当时您碰到她的时候 她应该是看起来三十余岁 一头白发 身材高大 哦 你说的是她 紫火真灵一听谢白峰说这话 她皱着眉头想了想 似乎想起什么来世的说道 我想起来了 我曾经在二十年前碰到过她 谢白峰满脸激动说道 你想起来了 那真是太好了 她后退两步 对着紫火真灵深深义宫说道 当初 若不是你碰到了我兄弟 给我兄弟那么厚的恩赏 她也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崛起 她后来 多次跟我提及你 对你极为的感激 但是却一直没有办法道谢 现在 我替她向你道谢了 说着 谢白峰又是深深义宫 紫火真灵 却是摆了摆手 魂不在意地说道 你不用感谢我 她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我虽然给了她那些好处 却也吸了她一百年的寿命 什么 一听这话 空气瞬间凝制了一下 谢白峰整个就惊呆了 她呆呆地看着紫火真灵 脸上的感激之色还没有散去 就已经化作了一抹极度的震惊 以至于让她的脸 都是显得有些扭曲 她惊呼道 你说什么 你吸了她才一百年的寿命 没错 我是吸了她一百年的寿命 也就是说 她就算没有被人杀死 那么在五十岁的时候 也会直接死去 紫火真灵说这话的时候 神色极为的平静 就好像 她吸掉那人百年的寿命 只不过是如同吃饭喝水一般 很寻常的小事罢了 谢白峰的脸色瞬间变了 她脸上肌肉一阵抽搐 一声淒厉的怒吼 我杀了你 你竟然敢对我兄弟 做这样的事情 说着 便是直接向紫火真灵 扑了过去 紫火真灵眼中 闪过一抹力气 我之所以跟你们说话 是因为我觉得 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本章完 第2745章 强大的紫火真灵 想要害我 非常的不容易 你以为我是怕你吗 还敢跟我动手 你当我是好欺负的 说着 她身上一条花丝 直接弹了一下 砰的一声 一道青涩气顿骤然出现 直接狠狠地 轰在谢白峰身上 谢白峰如遭重疮 哇的一声 一口鲜血喷吐而出 身上咔咔咔 多处骨骼断裂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已然是身受重伤 图交文赶紧扑了过去 带着哭腔喊道 师兄 你没事吧 师兄 谢白峰摇摇头 艰难地挣扎着站起来 让看着紫火真灵 脸上露出一抹震撼之色 而陈峰也是挑了挑眉头 这紫火真灵的实力 当真是不俗 紫火真灵刚才说的话 很明显 就是压根没有将陈峰他们放在眼里 他之所以跟陈峰他们在这说话 就是因为 他认为陈峰等人对他不造成任何危险 陈峰看着紫火真灵 忽然问道 那么 你吸掉他一百年的惊气 他知道吗 紫火真灵黑黑一笑 笑容之中透着十分的狡黠 他当然不知道 若是他知道的话 哪里肯被我吸呀 只不过吗 我给他一些东西 我就要 取走一些东西 这种规则 是我出现开始 就在我脑海之中出现的 这也是约束我必须要进行的一个规则 如果我不遵守 我就要死 这话 谢白峰他们都没听明白 吉彩轩也是有点发懵 而陈峰 却是一下子就听明白了 变光石火之间 他心中一动 看着紫火真灵 尸声喊道 也就是说 哪怕你不想进行公平交换 你也要被强迫进行公平交换 是不是 紫火真灵苦恼地挠了挠自己头上的花丝 说道 就是这么回事啊 哎呀 我那个主人啊 将我造出来的时候 便是在我脑海之中下了一道这样的法令 所以说 我不得不这样做 但是吗 他黑黑一笑 我确实是要这样做 但中间怎么做 那就有得说了 他似乎很久没有跟人说话了 此时非常兴奋 拉着陈峰 就是巴拉巴拉的一顿说 陈峰看着紫火真灵 也是皱了皱眉头 发现自己之前低估这紫火真灵了 这紫火真灵能够在这等恶劣的环境下生存几千年甚至几万年 乃至更久的时间 若是心思良善 对人毫无防备之心 见个人就傻乎乎地凑上去 善良地不会猜夺人的任何坏心思的话 那么只怕早就被人给切把切把炖了 尸骨都不会留下 秘密更是会给挖掘得一干二净 要知道 以昭歌天子城这些舞者的实力手段 哪怕他是一个非正常的存在 也能够轻易地被对付了 连他的来龙去脉都能拷问出来 这紫火真灵 实际上也是一个有城府的凶狠之辈啊 他在脑海里面 似乎有一些烙印 让他不得不遵循公平交换的原则 但是 他却是可以从中耍点小心思 比如说 偷偷换走对方一百年的惊奇这件事 陈峰心中暗暗想到 紫火真灵忽然说道 行了 跟你们啰嗦了这么久 你们也该给我一点补偿了 给你补偿 什么补偿 陈峰挑了挑眉头 看着他 饶有兴趣地问道 紫火真灵此时 忽然张嘴一笑 他张嘴笑的时候 陈峰顿时心里一个机灵 原来 他这一张嘴 嘴巴骤然变大 竟然占了身体的一大半 里面 布满了獠牙利齿 看上去极为的凶恶 他一张嘴 完全没有任何刚才的可爱 有的只是满满的猙獰恐怖 他那张嘴里面的牙齿 更是旋转着通往里面 仿佛那嘴里头 是个巨大的煽动 然后 他一声抱吼道 拿你的命做补偿 说着 他疯狂向陈峰轰击而来 他那两个触手 陡然之间向前伸长了无数倍 那尖端 竟是化作了两支长剑 速度迅捷无比 眼看着 就能直接将陈峰动穿 带着极强的威势 他已经看出来了 陈峰是这里面实力最强的人 所以要先杀陈峰 陈峰微微一笑 身形一闪 一拳向前轰击而出 他并没有太将这紫火真灵 放在心上 但是下一刻 陈峰脸色巨变 因为 紫火真灵那两剂攻势 即将落在他身上的时候 陈峰感觉到 上面那庞大无比的威势 和凌厉至极的杀击 陈峰更是感觉到 一丝死亡的威胁 这一招 竟然有可能杀了我 陈峰脸色一变 立刻施展浮光略影术 九个陈峰 骤然之间出现 开始迷惑紫火真灵 而紫火真灵 咯咯一笑 没有用的 这些幻象 在我面前都没有用 他直接身子一闪 两根花丝 向前凶狠地飙射而去 瞄准的正是陈峰的本体 扑斥一声 陈峰的身体之上 便是被刺穿 出现了两个硕大的伤口 鲜血狂飙而出 陈峰满脸震撼 这紫火真灵的实力 至少也达到了九星五黄 那锋锐无比的花丝 在陈峰的身后刺了出来 这金属花丝 进入到陈峰身体之后 陈峰立刻便是感觉到 自己体内的生命力量 在疯狂地向外流转 转眼之间 就已经是被吸了 极多的生命力 陈峰眼睛立刻一片血红 瞬间充满了灵力的杀机 他之前被吸收过生命力 害得他到现在为止 只剩下不足三个月的寿命 所以他对此极为的敏感 更是极为的愤恨 一瞬间 便是进入了暴怒的状态 陈峰的生命力 再不断地被抽走 顺着那两根花丝 不断地被紫火真灵吸收 陈峰的生命光芒 不断闪动 紫火真灵 发出一阵得意的大笑 而这个时候 陈峰一声冷喝 身体之上 降龙罗汉之力 骤然发动 那降龙罗汉之力 疯狂地向着 两根花丝涌去 然后 便是看到 那两个花丝 直接化作了一片金色 瞬间 降龙罗汉之力 以迅捷无比的速度 向着紫火真灵的本体推进 很快便是到达了他的本体 本章完 第2746章 紫火真灵 收服 轰的一声 剧烈无比的炸响声响起 紫火真灵 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那金色 似乎对他有极大的伤害 他的身体表面 竟是涌起无数的气泡 而后 气泡炸开 滋滋作响 他的身体 就像是一块 被扔在火上炙烤的肉一样 煎熬无比 痛苦至极 他发出疯狂的惨叫 死命地拽着两根花丝 想要将花丝 从陈峰那里抽出来 陈峰哈哈大笑 想出去 出得去吗 说着 他双手直接握住了那花丝 花丝风锐无比 哪怕陈峰玉谷惊机 也是被直接割破了双手 鲜血横流 与此同时 他身上肌肉夹紧 强忍着疼痛 也将那两根花丝 死死地夹在自己的身体之内 然后 那强大无比的降龙罗汉之力 疯狂地向前 不断地涌入到了 紫火真灵的体内 紫火真灵被灼烧得痛苦无比 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在流失 其实 他不是错觉 因为他的体型在不断变小 他竟是被腐蚀的 只有原先的五分之四大小了 消失了整整两成 他发出疯狂而又淒厉的惨叫 声音尖锐无比的叫道 你这个该死的人类 你竟然敢如此对我 啊 我要杀了你 该死的人类 他疯狂地惨叫着 陈锋冷笑着 不断将降龙罗汉之力灌输进去 他的惨叫声音越来越小 终于彻底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则是浓浓的恐惧 他看着陈锋 发出一阵阵哀求 求求你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陈锋却是根本不理会 因为 他能看到 紫火真灵眼神深处的情绪 那依旧是充满了暴虐 充满了杀鸡 以及愤怒的情绪 他对陈锋 依旧是充满仇恨 陈锋哈哈大笑 你既然恨我 那么我对你 自然也不会留守 说着 降龙罗汉之力继续灌输 紫火真灵的体型越来越小 很快竟是 只剩下原先的一半大小了 他眼中露出 不不敢思议的神色 疯狂地吼叫着 我知道那么多的秘密 你既然要杀了我 你既然舍得杀了我 陈锋冷笑 不能为我所用 秘密再多又有何用 我就是要杀了你 你能拿我怎样 说着继续 说着继续向前催动 这个时候 紫火真灵终于害怕了 他由衷地恐惧 他意识到 这个人 是真的敢杀了自己 终于 他看着陈锋 苦苦哀求道 求求你 不要杀我 我认你做主人 陈锋微笑道 我怎么知道 你是真心还是假意 紫火真灵 此时根本就受不了了 他知道 若是再下去的话 自己就要被杀了 他疯狂地吼叫着 我来告诉你办法 我来告诉你办法 说着 他向着陈锋飞了过来 陈锋心中一动 没有阻止 紫火真灵 很快就来到陈锋前面不远处 而后 他浑身青红色光芒 一阵闪动 下一刻 一道流光突然闪过 向着陈锋急速地飘飞过来 那道流光 速度极快 但陈锋还是看出来了 那流光里面 竟是裹着一个小小的虚影 跟着紫火真灵的长相一模一样 那虚影向着陈锋落来 穿过陈锋的身体 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陈锋也是感觉 自己体内没有多任何东西 他心中一动 便是观察自己的精神世界 然后发现 精神世界里面 已经是多了一些东西了 陈锋心念一沉 便是进入到了他的魂者 空间里面 然后 果然看到 那魂者空间之中 此时正飘着一个紫火真灵的虚影 紫火真灵的虚影飘来飘去 看到陈锋之后 发出不敢置信的喊叫 这就是你的精神世界 你既然是一名魂者 陈锋微笑说道 没错 我就是一名魂者 此时 他感觉 自己和这紫火真灵的虚影 中间有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联系 陈锋点点头 看来 紫火真灵并没有耍花招 他这样做 是将灵魂沉浮于我 到时候 我想要怎么收拾它 都很容易 可以说是要杀就杀 要寡就寡 紫火真灵看向陈锋 腿然说道 幸亏我没耍花招 要不然 在你这个魂者面前 什么花招都瞒不过 陈锋哈哈大笑 手抓住他 身形一闪 两个人都是消失 下一刻 回到现实世界 陈锋手一送 然后身上肌肉一松 顿时 那两个花丝便是弹了回去 陈锋身上 伤口还在流血 但他心情却是极好 那紫火真灵恢复自由之后 赶紧向后飘飞百余米 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充满了不情愿 还有浓浓的愤怒 吉彩轩担心地看着陈锋问道 主人 你没事吧 陈锋微微一笑 他看向紫火真灵 也不说话 忽然心念一闪 于是 刷的一下 紫火真灵直接飞到陈锋面前 然后 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便是嗖的一下 又飞到了高空之中 而后 突然又是哇哇大叫着 直接狠狠地砸到地面里去 将他摔了个七昏八速 紫火真灵从地面的深坑之中爬了出来 看着陈锋 满脸颓然之色 赶紧讨饶说道 求求你 别收拾我了 我认栽了 我以后都听你的 陈锋哈哈大笑 他能感觉到 自己和紫火真灵中间 多了几分联系 终于将这家伙给收服了 紫火真灵 之所以会在陈锋的人面前现身 是因为他们认为 陈锋等人实力有多强 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而若是在那些暗影邦邦中的面前 他就不会这样做 因为 他们能够威胁到他的生命 但是可惜 他低估陈锋的实力了 陈锋 看向紫火真灵 问道 那么 你最核心的秘密是什么 据说 你关系到一尊玄火 那是整个紫火沼子最核心的秘密 紫火真灵看着陈锋 此时却是闭着嘴 呜呜的 一句话都不说 只是死命地摇着脑袋 陈锋皱着眉头 问道 你这什么意思 紫火真灵 此时好像松了一口气一样 喘了口大气 看着陈锋说道 主人 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 涉及到极大的隐秘 本章完 第2747章 诸多限制 而我第一个主人将我造出来的时候 便是在我灵魂中打下了烙印 我所有的知道的隐秘 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 就要拿东西来换 东西越是珍贵 就能问越隐秘的问题 若是不换 我敢说出来的话 我就会 你就会怎么样 陈锋问道 砰的一声 紫火真灵 两根花丝一张 做出一个非常形象的动作 我就会直接炸碎掉了 而且 哪怕是我被炸碎了 我也没办法回答你 陈锋皱了皱眉头 也就是说 我第一个问你的问题 涉及到你的秘密了 所以 你那个时候 连话都不能说 而现在 我问你的这些问题 比如说你现在怎么了 当才为什么不能说话这个问题 不涉及你的秘密 所以说你就可以说了 对吗 对 对 紫火真灵猛的点头 看起来那是可爱 陈锋摇了摇头 这紫火真灵的主人 还真是难搞啊 他立刻问道 你主人是谁 紫火真灵 立刻死命地晃着头 比刚才的幅度还要大 甚至眼神之中 露出一抹恐惧 陈锋问道 这个问题 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才能得到 甚至这个问题 需要付出的代价 比我关于悬火的那个问题 还要大事吗 紫火真灵松了口气 点头说道 没错 他看着陈锋 抱怨说道 你能不能别问那些问题 你问那些问题 我就连口都张不出来 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可快憋死我了 你问我一些 无关紧要的问题成不成 陈锋不由地失笑 没好气地说道 我问你无关紧要的问题 还要你做什么 集采轩在旁边听了 不由扑斥一笑 感觉这对话 当然是非常有趣 陈锋问道 那么 有一个问题 你肯定是可以说的 我需要用什么东西 来作为交换 这个当然可以说 一提起这个话查来 紫火真灵立刻非常熟练流利地说道 什么东西都可以 可以是五级功法 也可以是各种资源 甚至自己的生命 某些未鉴别的珍惜东西都可以 我不挑食的 紫火沼泽以外的东西可以吗 陈锋问道 当然也可以 只是 最好是紫火沼泽的东西 若是紫火沼泽以外 东西的话 那么效果会大打折扣 比方说 一个紫火沼泽以外的东西 它的效果本来应该是十 一个紫火沼泽内的东西 它的效果也是十 如果你用紫火沼泽内的东西换取答案 那么效果 就是十 但是如果你用紫火沼泽以外的东西来问我的话 本来有十成的效果 也只能算作三成了 岂不是可惜 他瞧着陈锋 黑黑笑着 一脸的谄媚 这家伙知道自己得罪陈锋 得罪得有点狠 现在陈锋已经是看得很不爽 而且他还有诸多毛病 这不能说 那不能说的 他非常怕陈锋一怒之下 将他狠狠收拾一顿 所以赶紧对陈锋毫无保留地 把这些情况给说了出来 陈锋接着问道 那 大约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又能问你什么样等级的问题呢 这个嘛 紫火真灵歪着脑袋想了想 说道 我的问题一共分为三级 最高级别乃是三级 涉及到这紫火沼泽的核心 如果想要我回答三级问题 对应的 你至少要献给我橙色无品以上的材料才可以 橙色无品以上的材料 陈锋眉头立刻拧了起来 他现在能够接触到的材料 普遍是在橙色一品左右 偶尔才能够接触到橙色二品 而像是上一次得到的 那五行魔神玉之王 也不过就是橙色二品顶级的材料罢了 他连橙色三品的材料资源都很难接触到 哪里去给紫火真灵弄的橙色无品的材料 这岂不是强人所难 在旁边 听到这番话 谢白风和图家文对视一眼 两人都是露出一抹苦笑 谢白风甚至心中还有所庆幸 幸亏我没有打他的主意 我得到他之后又能怎样 根本养不起啊 我什么问题我都问不出来 他们不由得很是为陈锋感到可惜 而吉彩轩也是一脸的为难 换个人的话 这会儿只怕已经绝望了 但陈锋可不是这样 忽然 陈锋脑海之中 电光石火之间闪过了一个念头 于是 他立刻看向紫火真灵 以极快的速度问道 啊 如果我问的那三级问题 不涉及核心吗 比如说 我如果问你的核心秘密是什么 那这肯定是个三级问题 我听说你的核心秘密 是一个悬火 这悬火去哪找 这肯定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但如果 我问的问题似是而非的话呢 他这话一问出来 紫火真灵都傻了 张大了嘴 呆呆地看着陈锋 啥意思 陈锋微笑说道 比如说 你的核心秘密 我猜应该是去哪里找悬火 怎么得到悬火 对吧 那么 现在我就问你 若是以我现在的实力 进入到核心区域的话 能不能活着出来 紫火真灵 眨巴眨巴一下眼睛 看着陈锋 呆呆地说道 这个问题虽然涉及到的核心秘密 但似乎只是一级问题 主人 你实在太聪明了 谢白风和图家文脸上 也都露出骇然之色 谢白风更是心中震惊 深深地看了陈锋一眼 陈锋不但实力强大 最重要的是他实在太聪慧了 反应太机敏了 吉彩轩更是欢喜地跳了起来 陈锋微笑点头 他早就料到会是如此 陈锋看着紫火真灵说道 这个问题需要我付出什么代价 橙色二品材料就可以 紫火真灵赶紧补充了一句 但是一定要品相好的哟 好 好 陈锋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从金线锦囊里面取出一个东西来 正是那五行魔神玉之王 而后 他将这五行魔神玉之王 直接扔给了紫火真灵 紫火真灵看了一眼之后 顿时眼睛一亮 说道 这东西 橙色真是不错 本章完 第2748章 偷袭 然后 他直接飞了过去 大嘴一掌 咔嚓一下 便是将这五行魔神玉之王给纳入口中 口中力尺一搅动 瞬间就将这坚硬无比的五行晶晶给搅成了碎末 消失在他的口腔深处 陈锋看了 眉头微微一挑 幸亏刚才将他降服了 以他的獠牙力尺 若是真打起来的话 谁胜谁负 还真是说不准呢 紫火真灵眯着眼睛 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很快 一股五色光芒闪过 而后 化作他身体表面的那青红相间的光芒 接着 他浑身抖动了一下 身体近视 稍稍变大了一点 陈锋点点头 这家伙 不愧是紫火沼泽中 郁郁出来的金属精灵 果然还是吞噬这东西 对他好处最大 他打了个宝格 看着陈锋 笑嘻嘻说道 不错 是橙色二品材料里面 最顶级的 陈锋喝道 那还不赶紧说 好 我回答你刚才的那个问题 以您现在的实力 进入核心区域的话 紫火真灵看着陈锋 非常干脆利索地说道 死路一条 他说得非常的干净利索 说完之后 立刻闭口不言 他干净利索 陈锋比他还干净利索 一转身 毫不犹豫 直接向外走去 顿时 大火都愣住了 紫火真灵更是喊道 哎 你干什么去 陈锋淡淡道 还能干什么去 当然 是去别的地方 寻找珍稀金属 好味给你吃了 既然核心区域我进去之后 有死无生 那么我还惦记干什么 现在 我还是惦记点 有资格惦记的吧 谢白风 眼中露出浓浓的佩服 这陈锋 实力强 有心计 而且知进退 众人赶紧都跟了上来 很快 大火都是 离开这座山谷 来了一个隐蔽区域 陈锋看向谢白风说道 好了 现在你答应的东西都做到了 咱们也该分别了 接着 便是取出一万龙血紫金 递给了谢白风 谢白风也不矫情 直接接过 而后很干脆地拱拱手 深深地看了陈锋一眼 说道 陈公子就就此别国 咱们有缘再见 陈锋点点头 谢白风和图家文 当即离开 陈锋看着他们两人的背影 心中涌起一股异样的感觉 他没有想到 来到昭歌天子城之后 给自己留下最深印象的同龄之人 竟然是这个暗影帮的帮众 他没有丝毫地担心 这两人肯定是策划已久 谢白风肯定是不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的 陈锋哈哈一笑 对吉彩轩说道 走吧 咱们两个现在可以说是一穷二百 这话一点没错 陈锋剩下用来应急的一万龙血紫金 已经给了谢白风 现在他可以说是分文不剩 咱们去哪里 陈锋向紫火真灵问道 他其实还是在打紫火真灵的主意 就算是很多东西 紫火真灵不能说 但是他还是可以稍微指一下的 紫火真灵歪着脑袋说道 暗影帮能搜索这片 但是却不能封锁整个紫火沼泽 咱们这一次去紫火沼泽的北面 去见识见识 如何 那里人少 暗影帮的势力也笑 就去那里多找一些资源材料 好 陈锋点点头 那就去给你这个家伙找食而吃 说着 在紫火真灵脑袋上顶着点 紫火真灵黑黑一笑 不敢多说话 陈锋两人和紫火真灵 一路向东 来到了这紫火沼泽的最东边 这里也是暗影帮控制区域的边缘了 他们在这里并没有安插什么人手 陈锋从这里悄然前行过去 很快 陈锋便是顺着这边来到了暗影帮封锁范围的最外侧 这里有着相当多的暗影帮之人 再来回巡游 阻止一些舞者进入其中 陈锋翘无声息地从边缘出来 看了他们一眼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你们还在这里苦苦寻找 殊不知 你们要找的东西已经是被我给带走了 这紫火沼泽虽然不大 但是方圆也足足有数千里将近万里之距 而且到处都是难以通行的险阻 陈锋等人也要小心翼翼地绕行才好 为期如此 他们走得非常慢 大约在两天之后 陈锋方才来到紫火沼泽的最北边 此时 跟之前紫火沼泽的情况又是不同 陈锋看到 在这里 紫色火焰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则是大量的黑红色的火焰 这些黑红色的火焰里面 鬼影冲冲 之前那紫火很喧赫 能够将人灼烧得干干净净 而现在 这里的黑红色火焰 却是带着浓浓的邪魅杀戮 和邪恶的气息 就好像是被鲜血侵染透了一样 而这里也不是如其他的紫火沼泽一般 到处都是充满了各种山脉或是小丘 这是真的如紫火沼泽一样 到处都是大量的流动的黑色粘稠液体 这些液体 说金属非金属 说水一非水 到处流动 其中仅有小块的平地 而在这黑色液体的表面 就是那些黑红色的火焰不断的疯狂的涌动 陈锋问道 你对这了解吗 吉彩轩摇摇头 之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而且紫火镇之上 关于这里的消息也是非常的少 因为很少有人能够跨越数千里来到这儿 不过 听一两位来到这儿的人说 这里资源极多 人又少 所以只要能活着从这里出去 收益会极为的丰厚 陈锋点点头 一行人向前走去 忽然 陈锋眉头一紧 鼠背 还敢偷袭 下一刻 一拳轰出 轰的一声巨响 陈锋的拳头 撞击在那虚空之中 而那里的虚空里面 却是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下一刻 空气波动 原地出现了一个怪物 这怪物非常的奇怪 通体宛若柳叶形状 不 应该说 他的形状就宛如一把刀的虚影一样 长度大约有两米 主体乃是一把刀的虚影 周围则是缭绕着黑红色的火焰 此时 他周围的那些火焰 却是有些零散 显然 刚才陈锋的攻击 已经是让他遭受重创 陈锋挑了挑眉头 这便是此间的怪物吗 本章完 第2749章 不是对手 那头如同长刀一般的黑红色怪物 向着陈锋看了一眼 口中发出尖锐的笑声 而后 朝着陈锋狠狠地轰击而去 他没有招式 也没有武器 因为他的身体 就是一把长刀 长刀向着陈锋狠狠地刺了过来 陈锋微微一笑 就你这点实力 还想与我战斗 一拳轰出 直接砸在他的长刀刀尖之上 那刀尖 直接被陈锋砸碎 而后 陈锋踏步向前 又是向前接连轰出三拳 直接将他的身体给打破碎掉了 这头怪物一声惨叫 黑红色火焰消失 露出了那本体 果然 是一把如同柳叶般的长刀 此时 长刀碎裂 大部分都是化作火焰消失 其中 则是有几块东西 叮叮叮地掉在了地上 吉彩轩将那地上的东西捡了起来 发现这是几枚手指头大小的柳叶晶晶 呈现柳叶状 颇为秀美 他看了之后 顿时眼睛一亮 说道 主人 我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柳叶晶晶晶 但是应该达到了橙色一级材料的等级 陈锋微笑道 那就暂时叫柳叶晶晶吧 旁边的紫火真灵 手中的花丝一颤 便是将这几块柳叶晶晶抓在手中 扔到嘴里 喀巴喀巴地嚼了几口 然后 他不屑地撇了撇嘴 说道 这算是橙色一级材料中偏上等的吧 给我当灵嘴 我都嫌难吃 陈锋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你想吃 还不给你吃呢 不愿意吃 行啊 给我吐出来 说着 直接扑到他前面 硬是把他的嘴掰开 将那几块 还没有被完全吃光的柳叶晶晶 给抓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紫火真灵瞠目结舌 而后 他哭天豪地地叫道 摊上 你这样的主人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啊 陈锋黑黑一笑 也不搭理他 直接向前 忽然 他脸色一灵 原来 面前出现了三把长刀怪物 这三把长刀怪物 见到陈锋之后 立刻发出力笑 向着陈锋飞快地扑了过来 他们三把长刀 成品自行 向陈锋飞了过来 同时攻向陈锋的三个要害 陈锋站在原地 纹丝不动 而下一刻 骤然之间 这三把长刀 却是突然方向一变 有两把长刀 杀过来的方向 骤然之间变换 本来乃是平行这项陈锋的肚子 刺了过来 而此时 却是一下子变成了上下 一把刺向陈锋的喉咙 一把刺向陈锋的丹田 另外一把 则是绕了过去 从身后刺向陈锋的后心 陈锋目光一领 这三把刀 配合精妙 宛如三个实力强大的刀客一样 这分明是一套非常连贯 且高深的刀法招式 只不过 这还奈何不了我 陈锋一声冷笑 回身一脚 踢飞了那把长刀 然后 身子一横 直接躺在空中 和地面平行 那两把长刀 从陈锋的身上和身下 同时穿了过去 陈锋左手右手各自一弹 直接将两把长刀弹歪 而后 双手一抄 啪的一声 直接将这三把长刀 尽数抄在手中 而后 他双手以极快的速度 狠狠地轰击在 这三把长刀之上 转眼之间 打出几十掌 直接将这三把长刀 也得活生生地打碎 将那些柳叶晶晶 尽数收入囊中 紫火真灵凑了上来 微笑说道 主人 这个地方不错啊 这些长刀怪物 一个个实力也不是很强 柳叶晶晶 却也算得上是珍贵了 这些柳叶晶晶 您若是 都能收集起来 到时候给我吃掉的话 应该可以回答你一个 一级问题 陈锋点点头 这个时候 紫火真灵忽然又是 促侠的一笑 向着陈锋说道 而且 在这里可能还有一些 其他的收获 这话 似乎一有所指 他似乎是在提醒陈锋 什么东西 不过 陈锋并没有留意到 因为此时 他已经是陡然色变 原来 前方竟是出现了 足足数百把长刀 数百把长刀 气势汹汹 都是向着陈锋 疯狂地冲了过来 每一把长刀 都是八星 武皇级别的高手 陈锋对付起来 毫不费力 甚至对付十几把 也都是不怎么费力 但是现在 他要对付的 却是足足几百把 遮天蔽日一般 将天空完全覆盖 哪怕以陈锋的实力 想要对付这么多 也是力有为大 陈锋心思急速转动 想要离开 但是却发现 已经来不及了 原来 此时 在他身后 竟然也出现了几百把长刀怪物 加起来 足足有上千把 陈锋冷声说道 这些妖兽 十分狡诈 竟然还知道从后面包抄 这些长刀怪物 发出阵阵力笑 向着陈锋狠狠地冲了过来 陈锋发出凶狠的咆哮 接连轰出最强的招式 轰轰轰 他接连打碎了十几把长刀 但是 后面的长刀 还有更多 一把长刀 直接刺中了陈锋 在他身体之上 刺出一个伤口 鲜血飙射而出 陈锋双拳接连击出 打碎了正面的十几把长刀 但是却无暇顾及身后的长刀 后背之上 被划出七八道 极长的伤口 瞬间 后背鲜红一片 虽然每一道伤势都不重 但是累积起来 绝对足以让陈锋毙命 陈锋被打得左至右处 难以招架 而在这个时候 他听见一声惊呼 赶紧回头 然后 陈锋立刻暴怒 立刻道 鼠被赶尔 原来 这个时候 十几把长刀 攻向了极彩轩 极彩轩 根本不是对手 直接被打得狂喷鲜血 飞了出去 一下子落入了那黑色粘稠液体之中 他发出一阵痛苦的惨叫 而且身子 再不断地往下陷 似乎要被拽进这黑色粘稠液体里面一样 陈锋知道 如果他被拽进去 那么肯定有死无生 陈锋赶紧身形一掠 抓住他的手 大喝道 抓紧我 我将你带出来 与此同时 十几把长刀 杀向了极彩轩 陈锋一声大吼 他来不及攻击 于是便身子一闪 直接挡在了极彩轩面前 于是 那十几把长刀 直接斩在了陈锋身体之上 本章完 第2750章 神秘空间 转眼间 陈锋身体上 被斩出来十几刀巨大伤口 鲜血飞溅 极彩轩浑身都被陈锋的鲜血染红 他失声痛哭 而这个时候 又是上百把长刀 攻向陈锋 陈锋已经无法停留在空中 不得不身形下沉 落在那黑色粘稠液体之上 躲过了攻势 与此同时 他的脚 也是接触到了黑色粘稠液体 此时 陈锋才发现 这分明竟是黑色的炙热熔岩 顿时 感觉脚下一软 以极快的速度 向下陷了去 而在他右手之中 抓着的那几彩轩 更是一声惊呼 身形瞬间消失 被他往下这么一带 转眼之间 这些黑色的炙热熔岩 便是吞噬到了陈锋的小腿 陈锋心中一领 却没有丝毫的慌乱 他奋力向上一提 想要将自己的身体提起来 但是 就在这一刻 骤然之间 陈锋感觉 在这黑色的炙热熔岩下面 有着浓烈无比 强大至极的犀利传了过来 这些犀利传来之后 陈锋一时间竟是控制不住 身体嗖的一下 又是直接被向下吸去了一截 此时 陈锋感觉 极彩轩甚至在自己手中消失了 他都不知道 自己有没有抓住极彩轩 就好像 这些黑色炙热熔岩 能够隔绝感知 陈锋心中一急 于是又是往下落了一截 这个时候 那黑色的炙热熔岩 已经是吞噬到了陈锋的腰部 陈锋感觉 自己的下半身 都被泡在其中 灼热无比的力量 从那黑色炙热熔岩里面传了过来 陈锋感觉 自己的下半身 仿佛置身火海一般 而且 还是那种极为灼热的火海 陈锋心中一领 这种黑色炙热熔岩的热量 也只比紫色火焰 稍微差一点罢了 转眼之间 陈锋就被烧得皮胶肉烂 剧烈疼痛 甚至他感觉自己的骨头 都要被烧断了 陈锋赶紧运起玉谷惊机 这才抵挡了一些 而且 若不是因为之前 陈锋突破进入六星五皇的时候 吐出了那一口浊气 锤炼的肌肉骨骼内脏 更加坚实的话 只怕现在 要承受更大的痛苦 身体要有更加巨大的损伤 而就在这个时候 陈锋忽然感觉脚下一空 顿时 他心中一动 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一样 脑海之中 飘过了紫火真灵之前 说过的那句话 可能还有一些意外收获 陈锋脑海中 闪过紫火真灵当时的神情 当时 他的脸上表情似笑非笑 好像是想说 但是又憋着什么一样 陈锋立刻意识到 这或许是他给我的一个提示 因为他不能说更多 所以他只能严禁于此 于是 陈锋立刻不再抵挡 顿时 刷的一下 他直接便是被吸了下去 陈锋感觉 自己进入了一个空间之中 然后持续向下坠落 这次坠落的时间 倒是没有多久 不过两三个瞬间 便是轰的一声 直接落地 陈锋刚刚落地 便听见旁边传来一声痛呼 他向旁边看去 只见吉彩轩正捂着脑袋 坐在那里 一脸的木讷呆滞 他呆呆地看着陈锋 下一刻 方才缓过神来 立刻便是带着哭腔的喊道 主人 对不起 是我拖累了你 害得你一起跟我掉在了这里 陈锋摇摇头说道 没事 你没受伤吧 听见他先关心自己的伤势 吉彩轩更是感动 责备自己 我害得主人这般 真是该死 陈锋摇头说道 你没受伤就好 他起身 向周围看去 这里 竟是一个巨大的山洞 高足有数十米 而四周长宽 更是达到了百米左右 整个山洞的造型 非常的奇怪 陈锋看了之后 心里总感觉隐隐约约的 有些不对 但是具体要说哪里不对 他却还说不出来 陈锋只好把这个疑问 给放到心里 只是继续观察四周 地面是黑色的 四面墙壁也是黑色的 这应该是一个山间的巨大洞穴 只是 在这里却是什么都没有 陈锋很快就在这里转悠了一圈 却是一无所获 这个时候 吉彩轩忽然惊呼喊道 主人 你看那是什么 说着 手指向上面 陈锋抬头向上看去 顿时心中一领 原来 在这山洞的最上方 有着四个大洞 这四个大洞 两大两小 两个大的 并排排列 两个小的 并排排列 大的直径约有二三十米 小的直径也在五六米上下 这四个大洞的上面 不是土壤 而是翻滚的黑色熔岩 只是 那黑色熔岩在上面翻滚 却是无法掉落下来 刚才 陈锋他们就是 从一个大洞里掉下来了 两个并排的大洞 下面还有两个小洞 陈锋此时 心中忽然电光石火般的一闪 轰的一声 如同在脑海之中 乍响了一个天雷一样 陈锋的脑海里面 顿时一片光明透亮 他的心中 陡然涌现出来一个想法 那两个大洞 不就是眼睛吗 那两个小洞 不就是鼻孔吗 而后 陈锋看向了四周 用充满了震撼的声音 颤抖着嘴唇说道 这 这哪里是什么山间山洞 这 哪里是什么沼泽下面的空洞 这 分明就是一个巨大头骨里面的空间啊 陈锋判断出来之后 向四周看去 越看越是笃定 他来到那墙壁边缘 轰的一声 一拳击出 于是 那墙壁顿时便是炸裂开来 无数黑色的石块 分飞而出 而石块碎落之后 露出了后面的墙壁 看到后面墙壁之后 陈锋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这 赫然乃是一片金色的骨骼 但是 材质却是如同玉石一般坚固 而且也不是那种淡金色 而是那种极为坚固的璀璨浑厚金色 尽管已经不知道 在这地下埋藏了多少年 但却还是光亮而又璀璨 在这金色之中 还夹杂着丝丝点点的紫色丝线 而且 最让陈锋震动的就是 这分明就是骨骼 这证实了陈锋的推测 陈锋看向周围 激动得几乎难以控制 他凌空跃起 双掌接连轰出 本章完 第2751章 上古金色巨师 轰轰轰轰轰 这黑色的石壁 不断被直接轰碎 露出了大片大片的金色骨骼 转瞬之间 陈锋便是将这巨大山洞之中 所有的墙壁都给轰碎了 然后 终于露出了真容 吉彩轩发出一声巨大的惊呼 主人 你猜得一点没错 原来 黑色墙壁破碎 露出这山洞的真容 赫然就是一个巨大的金色头骨 而陈锋他们 现在则是置身于这个巨大的头骨之中 巨大的头骨 和人类的有些相似 却又有点不同 金色的历齿紧紧地闭着 眼睛空洞 猙獰却又磅礴 吉彩轩倒吸一口凉气 说道 这头骨就如此巨大 它的体型又是何等的巨大 它的实力 又是何等的强横 陈锋点点头 毕竟来到昭歌天子城之后 无论是妖兽异或是人类强者 体型其实都不算是特别的巨大 因为 力量到了这个层次 对于体型 有了极大的限制 它们体型虽然不大 但没有一寸无用 每一寸都是力量 都是杀机 而为其如此 在昭歌天子城这等级别的环境之下 若是有着极大的体型 那便是代表着实力强大到无可估量 这个存在 它的头颅就有上百米巨大 那么体型至少也达到了数百米 这是陈锋来到昭歌天子城之后 见到的最强大的力量 这个时候 子火真灵不知道从哪里飘了过来 它倒是非常的悠闲 看来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悠哉悠哉地说道 没错 主人 你想的没错 这确实是一个巨大存在的尸骨 陈锋敏锐地捕捉到他话中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 这里不只是有头骨 还有其他的骨头是吧 子火真灵赶紧捂住嘴 一脸的慌张 我可什么都没说 我什么都没说 他一不小心说漏了嘴 生怕受到惩罚 但是 惩罚没有到来 他便放宽心了 知道这件事是可以说的 陈锋摇头 真是要你何用啊 子火真灵一脸憋屈 你看 我还提醒你了 要不是我提醒你 你可能当时就死命地往上爬 就不会掉下来了 不掉下来 你怎么能够发现这里 陈锋哈哈一笑 贼嘻嘻地看着他说道 我从你的话里面 能够看得出来 这里肯定是有极大的好处 而且 有些东西 你是可以旁敲侧击提醒我的 是不是 子火真灵立刻又捂住嘴 然后啪啪扇了自己两个耳光 骂道 叫你多嘴 叫你多嘴 他真是后悔多说了 陈锋实在是太聪明 从一丁点的话头里头 就能找出许多线索来 只是 此时陈锋却没有着急行动 他反而是一跃而起 来到那些黑色岩浆的下面 然后 想了想 以降龙罗汉之力 包裹住自己的全身 刷地一下 往上急速而去 他运转降龙罗汉之力 流转全身 果然 对那黑色岩浆的火焰力量 和腐蚀力量 抵挡了不少 陈锋用了大约三个瞬间的时间 透过黑色熔岩来到表面 他来到这里之后 顿时便又是身子一沉 因为 此时 外面那些长刀怪物越来越多 已经由刚才的上千把 变成了现在的整整两千多把了 弥漫于方圆几十里的天空之上 在那里虎视眈眈的盯着每一寸角落 陈锋刚一出现 就被这些长刀怪物发现了 他们发出凄厉呼啸 向着陈锋疯狂地发动攻击 陈锋无论如何 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瞬间便被击中上百刀 虽然他也打中了几十个怪物 但是并没有什么用 陈锋被打得疯狂吐血 胸口塌陷 身子一沉 赶紧又是坠落下去 来到山洞里面 而来到山洞中之后 那些长刀怪物 却是没有追下来 陈锋轻轻嘘了口气 看来 那些长刀怪物 应该对此地有些忌惮 幸亏这样 要不然的话 今日可就再劫难逃了 这些长刀怪物 真是难缠 吉彩轩赶紧问道 主人 你没事吧 陈锋摇摇头 说道 看来一时半会儿不能出去了 出去的话 就会遭到他们的围攻 他看了紫火真灵一眼 知道紫火真灵 多半了解很多内情 但他没办法说 陈锋轻轻嘘了口气 四处走了走 然后 他找到一处墙壁 在那个方向 应该是从头骨通往脖子的方向 陈锋便向那里走去 将那墙壁敲碎之后 果然便看见 那金色的骨头中间 有着一条通道 足以容纳数人进入 陈锋向前走去 吉彩轩和紫火真灵 紧紧地跟随在陈锋身后 陈锋一路向前 走了大约有几十米之后 应该是通过了咽喉的位置 然后 面前豁然开朗 出现在陈锋面前的 是一个相当巨大的空间 这个巨大的空间 长度足足有二三百米 比刚才的那头骨空间 还要大出许多倍 而在上面和下面 则是布满了黑色墙壁 陈锋接连出拳 将这些黑色墙壁打碎之后 便是看到一条一条巨大的肋骨 只是 这肋骨和人类的不一样 人类是一条条的肋骨 而它的肋骨与肋骨之间 则是生着一片片的厚重骨板 非常的坚固 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在上面 有一些小的空洞 再往上是那翻滚的黑色熔岩 同时 陈锋看到左右两边各有两条硕大无比的骨头 他知道 这应该乃是那两条手臂 陈锋又一次跳了上去 透过那黑色熔岩来到上面 结果 陈锋发现 来到上面之后 依旧是有着无数的长刀怪物等在那里 看到陈锋之后 向陈锋疯狂地发起攻击 陈锋又一次落了回来 他摇头苦笑道 看来必须要解决这些东西 要不然的话 咱们会被困死在这里 而忽然 陈锋飞快地向着一侧跑去 紫火真灵喊道 主人 你去那里干什么 那里可不是要害的方向 那里是右手的方向 陈锋哈哈一笑 我当然知道是右手的方向 这尸骨 生前竟然如此强横 有着如此巨大的力量 本章完 第2752章 宣赫无比的巨刀 那么 他的武器应该也是非常强大 而且 以他这如此巨大的体型 他应该是普遍使用近战类的武器 而且 我刚才往这边走的时候 透过那肋骨 看到他的左右两条手臂 明显是右边更加粗大有力 显然他应该是更喜欢使用右手 既然这样的话 陈锋哈哈大笑 那么 就在他右手边 那把武器肯定就安然躺着呢 听见这话 子火真灵傻了 瞠目结舌 呆呆地看着陈锋 他向极彩轩说道 主人这家伙 这家伙 是个变态啊 极彩轩满脸的骄傲 主人聪明着呢 什么都瞒不过他 陈锋一路狂奔 他心中激动无比 不只是因为他猜到了那武器的所在 更是因为他隐隐约约有种预感 这把武器 对我很重要 很快 陈锋便是来到那巨大的右手手臂的尽头 这右手的手臂 周围萦绕着一圈空洞 似乎有一股力量 将周围的黑色炙热岩浆排开 形成了一条通道 陈锋便是走在这通道里面 很快 他便是来到了植骨的尖端 那一根巨大的手掌 非常的粗壮且有力 此时依然维持一个握持的状态 好像是在攥着什么一样 但是 现在他手中攥着的东西 已经消失了 陈锋从那巨大的手掌边缘绕出来 顿时便是倒吸一口凉气 脸上露出一抹极度震惊 下一刻 这一抹震惊 则是变成了一股狂喜 此时 在陈锋面前不远之处 在那黑色的熔岩里面 一把巨大的存在 正在那里一起一伏 这把巨大的存在 长度达到了 整整有三百米之距 几乎相当于一百多个尘峰的高度 而他赫然乃是一把巨刀 这把巨刀 造型旗鼓 看上去不像是一把刀 反而像是一个巨大的铁块 浑身黑沉 古朴沉重 而他的刀身 和别的也不一样 别的刀 都是越往刀尖 便是越尖越薄 但是这把刀 乃是方头 越往刀尖 便越是粗糙巨大 到了那刀尖之处 更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四边形状 看起来粗大到了极点 粗力到了极点 陈锋忽然心中一动 惊呼道 我知道那些长刀怪物 是怎么来的了 那些长刀怪物 都是受这把刀的影响 才出现的 它们的气息 和这把刀一摸一样 雄狠 猙獰 粗力 疯狂 陈锋心中一阵悸动 单单是气息 就能够酝酿出 如此多的长刀怪物 这把刀 到底强大到何种程度 这把刀 随着黑色岩浆 无论怎么波动 它却是横跟在那里 纹丝不动 仿若太古之初 便是存在 黑色岩浆 汹涌澎湃 不断地向它拍击 但是却也不能损耗它分后 而且 那刀身之上 似乎有着什么感应一样 陈锋看到它之后 顿时 在那刀身上 一股强大无比 凌厉至极的凶煞之气 直接冲天起 向着陈锋 铺天盖地地砸了过来 陈锋直接被这股凶煞之气 给冲得接连后退几步 陈锋呼吸急促 嘴唇颤抖 这一瞬间 它感觉自己的灵魂 几乎都要被冲击得碎掉 这把刀 有着强横无比的杀气 凌厉至极的杀气 绝对是非同寻常的绝世西针 我虽然不知道它的等级 但是绝对超越了二品 甚至三品帝皇之兵 应该就是这巨大尸骨的主人生前的武器 只是 这体型也太过巨大了一些 这么大一把 陈锋倒吸一把凉气 这么巨大的刀 我能够预使吗 但下一刻 陈锋便是摇摇头 微笑自语说道 有什么不能用的 总归有办法 这把刀 我既然碰到了 一定不能错过 下一刻 陈锋鸣思苦想 他想了许久 忽然眼前一亮 心道 说不得 可以这样 说着 陈锋便是运转降龙罗汉之力 顿时 那降龙罗汉之力 在他身后悄然出现 金光闪烁 无数降龙罗汉之力 在天空之上 化作几十只巨手 向着那巨大无比的黑色巨刀抓了过去 而刚刚来到这黑色巨刀前面 似乎感受到了 降龙罗汉之力的气息 于是下一刻 这把黑色巨刀上面 竟是发出一阵瘟鸣 一股极其浓烈的情绪 从上面涌了出来 只是 这股极其浓烈的情绪 却并不友善 恰恰相反 充满了浓烈的敌意 甚至是骤然之间 暴射出强横无比的杀技 那把黑色巨刀 竟是陡然之间 便从这黑色岩浆之中站了起来 他之前是打横的 躺在那里 现在则是像有灵魂一样 站了起来 站起来之后 陈锋更是看到了 这把黑色巨刀的样子 如同一座巨山一样 傲然屹立在那里 顶天立地 高度达到了三百多米 如同一座晴天巨柱 极为巨大 极为霸道 极为狂横 极为沉重 陈锋一惊 他为何对降龙罗汉之力 如此抵触 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尘封目光坚毅 今天 我一定要拿到你 无论你愿意 还是不愿意 说着 那降龙罗汉之力 化作五道金色光芒 就像一只大手的五根手指一样 虽然缓慢 但却坚定无比地死死缠在了那刀柄之上 那刀柄上 一阵黑色光芒爆发 与金色降龙罗汉之力爆发在一起 吃吃吃 一阵巨大的响声 金色降龙罗汉之力 顿时被腐蚀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消失了一大半 而那黑色光芒也是消失了许多 尘封微微一笑 我最不怕的 就是消耗 下一刻 又是降龙罗汉之力涌出 将之前彻底填补 然后 又是黑色光芒涌出 将降龙罗汉之力消耗掉大半 那五条降龙罗汉之力 几乎被全部给消融掉了 尘封哈哈大笑 再来 然后 又是降龙罗汉之力之力涌出 然后 又是被黑色光芒给消融掉 但是 那黑色光芒 已经明显削弱了一些 而尘封的降龙罗汉之力 则是源源不断 终于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降龙罗汉之力再一次涌出的时候 那黑色光芒终于没有了 本章完 第2753章 问天斩神刀 闪烁了几下 直接被抵消掉了 尘封的那五条降龙罗汉之力 如同一只大手一样 死死地将这把巨刀的刀柄给抓住 而后 尘封一用力 这巨刀 却是纹丝不动 还不想动是吗 尘封哈哈大笑 身子向前 双手向天 食指之上 各有一道粗大的降龙罗汉之力涌出 越往外边 越是粗大 到最后 已经是化作了一条巨大无比的绳索 十条绳索 将这把巨刀捆得结结实实 然后 尘封转身 向前而去 这把巨刀 被他拖在身后 尘封站在那里 身形笔直如山 然后咬着牙一声大吼 起 他的右脚向前跨出 身子弯成弓形 充满了力量感 玉骨金鸡 瞬间发动 巨人血脉 熠熠闪闪光 这一刻 尘封发动了玉骨金鸡 发动了巨人血脉 用上了降龙罗汉之力 将自己所有的底牌 全部掀开 他整个身子向前极度倾斜 宛如那拉签的欠腹一样 然后 双手往前 重重的一阵 轰得一声巨响 那把巨刀终于颤动了一下 然后 尘封又是踏步向前 于是 那把巨刀 悄然往前移动了一下 尘封又是向前 巨刀又是向前挪动了一点 就这样 尘封一步一步向前 将这把巨刀 从熔岩里脱拽了出来 吉彩轩和紫火真灵 一直在旁边看着这一幕 吉彩轩充满了喜悦 崇拜地大喊道 主人 你是最厉害的 而紫火真灵 则是瞠目结舌 懒懒低语道 这家伙 简直不是人啊 太厉害了这家伙 很快 尘封将这把巨刀 拖回到了那巨大的山洞中 总算是可以放下来了 砰的一声巨响 整个山洞都是震动了一下 那巨刀砸在了底下的骨头之上 一声巨响 这骨头都是被炸得一阵震动 但是就算是震动 却也没有任何的伤害 甚至 连粉末都没有被弄下来一点 由此也可见 这骨头是何等的坚硬 这骨头的主人生前 又是何等的强大 等级是何等的高 尘封轻轻叙了口气 散去了玉谷荆基 散去了巨人血脉 收回降龙罗汉之力 尘封额头见汗 气喘吁吁 这把刀 实在是太重了 想要拖动 哪怕是尘封 也是耗尽了气力 尘封 看向紫火真灵 微笑说道 我看 你对这里这么了解的样子 那么最起码 这把刀的名字 你能告诉我吧 紫火真灵叹了口气说道 若是你不问这个问题 我是绝对不可能告诉你的 但是你问了 我就能告诉你 这句话 看似是一句废话 但尘封却明白 其中的意思 若自己就没有见过这把刀 便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不发出这样的疑问 他自然也不会主动告诉自己 而且 如果自己没想到武器这一层的话 紫火真灵绝不会告诉自己 那里有一把刀 紫火真灵看着尘封 一字一句 轻声说道 这把刀的名字 叫做问天斩神刀 问天斩神刀 尘封呢拿了几遍 哈哈笑道 很霸气的名字 尘封看向紫火真灵 说道 你有办法驱散上面那些长刀妖兽是吧 紫火真灵点点头 尘封微笑着接着问道 但是 你肯定不能说是吧 紫火真灵 又是赶紧点头 尘封摇摇头 说道 我知道 我现在这里没有什么可以能够付出的代价 让你能够吐露这件事情 但是 我想问你的是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吃掉的话 那么足够你回答我几次问题 什么东西 紫火真灵挠了挠头 这里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是我能吃的 他满脸茫然地四处看了看 却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尘封微笑着指了指四周 然后又指了指脚底下 你是说 让我吃这个 紫火真灵瞪大了眼睛 看着尘封 满脸震惊地说道 这个东西 你知道他生前多强大吗 你知道他的尸骨是何等厉害 有着多么巨大的好处吗 你就让我把他给这么吃掉了 他惊呼道 你不觉得是浪费吗 尘封说道 我不觉得是浪费 我就问一句 你想不想吃 我当然想吃 紫火真灵使劲地点头 吃下这个东西 对他有极大的好处 尘封微笑说道 那就别废话了 赶紧吃吧 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也没有任何的可惜 实际上 尘封心里 当然是舍不得的 但是 他更清楚 这具尸骨 他现在拿在手中也没有用 也得不到任何的东西 那么 还不如赶紧给紫火真灵吞了 换取自己能用的东西 握在手中的 才是自己的 尘封淡淡说道 我知道这东西很强大 但是我连他的来历都不知道 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连他的效果都不知道 而且我如果不让你吞掉它 你甚至都无法告诉我这些信息 我将它留在手中 也实在是鸡肋 那 那我可吃了呀 紫火真灵看着尘封 有些忐忑地说道 尘封摆摆手 请随意享用 好嘞 紫火真灵兴奋至极 直接飞了出去 来到了一条肋骨旁边 然后 他那那些花丝 狠狠地砸向了 那巨大的肋骨 说来也是奇怪 这巨大的尸骨 坚硬无比 之前被问天斩神刀 砸了 都没有什么事情 但现在被这几根花丝 接触到之后 却是砰得一声轻响 表面便是裂开了一条裂纹 顺着那条裂纹 这些花丝便是伸了进去 花丝伸进去之后 以极快的速度 往里面扎根 那花丝化作了水一样的物质 向里面渗透 哪怕是再窄的缝隙 它也是能够伸进去 而它越是往前面渗透 裂缝就变得越大 很快 上面就出现了密密麻麻 如同猪网一般的裂缝 那花丝深深地扎根在了里面 而随着花丝不断往里 咔咔咔 那骨头终于开始逐渐破碎 一大块一大块的骨头掉落下来 紫火真灵张开大嘴 死命地往嘴里吞咽 本章完 第2754章 狂刀金刚 咔咔咔的咀嚼声不绝于耳 它就像吃糖果一样 吃得不亦乐乎 转眼之间 它吃下去的东西 就比它身体还要大 但它没有任何的吃饱了的感觉 它的体型比之前已经是大了三分之一 然而它还是在继续吃没有丝毫的停止 吃了差不多一盏茶时间之后 它将这条肋骨已经是吃掉了一半 这个时候 它的身体完全恢复了之前的样子 它还是在继续不停地吃着 陈锋在旁边等着 不由的一声感叹 这家伙 估计是属猪的 真是能吃啊 紫火真灵一边吃着 一边还不忘了回过头来 反唇相激道 主人 若是世间的猪都有我这么能吃 那么这龙脉大鹿 只怕已经要被吃光了 陈锋哈哈大笑 你这家伙啊 很快 紫火真灵便是将这一整根肋骨 都给吃光了 然后 它从上面下跳了下来 打了个宝格 看着陈锋说道 好了 主人 我现在能够回答你问题了 能回答我什么样的问题 陈锋问道 我也说不好 反正能回答的我就回答 不能回答的我就摇头 你自然就会换问题了 紫火真灵黑黑笑道 它此时 情绪似乎非常亢奋 飞到陈锋旁边 一条花丝搭在陈锋肩膀上 一副勾肩搭背的样子 而且啊 紫火真灵看向陈锋 微笑说道 由于你找到的这具尸骨 和我主人当初有关系 所以我吞噬之后 能告诉你更多的一些秘密 那就是 他看着陈锋 轻声说道 你现在是不是正在找一个连环线索 你已经找到第一环了 陈锋瞳孔一缩 盯着他 冷冷说道 你竟然知道我的心思 哈哈哈哈 紫火真灵得意一笑 这紫火沼泽里发生的事情 还少有我不知道的 不过你放心 我虽然知道 但是却不会乱做什么的 毕竟现在你是我的主人嘛 说着 还拍了拍陈锋的胸口 一副哥俩好的表情 陈锋冷冷一笑 手上出现降龙罗汉之力 一看到这金色的降龙罗汉之力 紫火真灵顿时一哆嗦 想起了剧烈的疼痛 死亡的阴影 他赶紧调媚说道 哎呀呀 我就开个玩笑 我就开个玩笑 陈锋冷冷说道 别玩这些花招 赶紧说 好好听你的紫火真灵 赶紧接着说道 这就算是你问我的问题了是不是 没错 陈锋点头 我问你的这个问题是 这条线索 是不是你主人留下的 一共有几环 你的主人是什么来路 你的主人的名号是什么 一听陈锋问这个问题 紫火真灵立刻瞪圆了眼睛 一副瞠目结舌的样子 啊 主人 你跟我都耍花招 你竟然连我都骗 你这分明是三个问题啊 陈锋说道 少废话 赶紧回答 紫火真灵死命的摇头 甚至眼中还露出一丝恐惧 于是 陈锋便是知道 自己问的问题里面 肯定是有他无法回答的 于是 陈锋试探性地将这问题削减了一下 问道 这条线索 是不是你主人留下的 这条线索 一共有几环 你的主人是什么来路 他将这四个问题之中的最后一个问题 你的主人的名号给去掉了 然后等待着紫火真灵的反应 结果 紫火真灵 还是使劲地摇头 陈锋轻轻叙了口气 心中暗道 这规矩 还真是够严的 这紫火真灵之前的主人 实力真是强大到了极点 已经到了一种难以想象的程度 给紫火真灵下的静止 竟然复杂 且精细到了这种程度 陈锋这的四个问题 其实是难度一次递增的 越往后面 回答的难度越高 于是 陈锋又将第三个问题去掉了 这一次 紫火真灵松了一口气 说道 这个问题我能回答 第一个问题 这条线索 确实是我主人留下的 第二个问题 一共有九环 陈锋点点头 算是得到了自己比较满意的答案 他心中更是有些震惊 但同时更多的则是兴奋 这条线索的第一环 就让我得到了如此多的好处 一共还有九环呢 那么后面的那些环 又会是何等巨大的好处 我可是很期待呢 陈锋接着又是问道 那么这具尸骨跟你主人是什么关系 这具尸骨又是什么名号 这个问题你能回答吧 他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不用花费什么的 却没想到 紫火真灵打了个响指 贼兮兮地看着陈锋说道 主人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刚才我吞掉那条肋骨之后 所得到的只够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的 行了行了 陈锋美好气地指了指旁边说道 那你接着吃吧 紫火真灵兴奋地一声呼啸 又是扑到旁边 很快又将一条肋骨给吃掉 他将那条肋骨给吃完之后 抹了抹嘴 满意地笑了笑说道 这名巨人 他是我主人当年坐下的二十名狂刀金刚之一 狂刀金刚 陈锋挑了挑眉头 心中涌起一片凛然 而接着 则是变成了一阵狂喜 这个巨人的尸骨 已经在这里朽烂了不知道多少年 却依旧如此强大 他手中握着的那把刀 更是至少达到了四品帝皇之兵的级别 可见当年他的实力 只怕已经突破了五皇境 到了半部五地 甚至是五地境 而这种强大的高手 再加上他那强横无比的种族天赋 巨大的体魄 还只能在紫火真灵的主人麾下 屈居二十名高手之一 可见 紫火真灵的主人 是一位何等强大的上古大能 而他留下的宝藏 又会是何等的珍贵 这让陈锋心中更加欢喜 陈锋问道 如何将外面那些长刀怪物给斩杀 紫火真灵说道 其实 主人你 如果付出足够大的代价的话 我是有办法将外面那些怪物给斩杀的 你 陈锋看着他 说道 但是我记得 你实力一般呀 本章完 第2755章 绝招 我实力确实一般 但是你让我吃掉足够多的东西 你付出足够多代价的话 我可以一次释放一招极其强大的绝招 将它们全都轰杀 当然 这绝招我也只能释放一次 以后不会再释放 释放这个绝招 也并不代表着 我的实力提升到了很强的级别 陈锋点头 算是明白了他的意思 而后 陈锋说道 这个代价有多大 紫火真灵四处看了看 然后道 估计这具尸骨 被我吞掉一小半 差不多就够了 那你吃吧 陈锋说道 慢慢吃 我不着急 好 紫火真灵飞到旁边 开始咔嚓咔嚓地吃的 他的花丝不断向前不断 将一块块骨头粉碎 不断吞噬 而他的体型也是不断地变大 半个时辰之后 他就已经由一开始见到的时候的一倍大了 两个时辰之后 他已经是到了陈锋的脖子那么高了 三个时辰之后 他比陈锋变得还要大了 四个时辰之后 他已经足足有四米高了 宛若一个小怪物 而这地下空间里面 咔嚓咔嚓吞噬骨头的 那令人听着 就感觉一阵牙酸难受的声音 持续了整整一天 十二个时辰 陈锋在盘膝修炼 他似乎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如同老僧入定 整个人无我无他 安静异常 很快就进入到了入定状态 而在他旁边 吉彩轩也是感觉一阵心安 他贴着陈锋旁边坐着 陈锋已经领悟了一点 进入外天地的诀窍 使他身体周围 都引满了强大的力量 待在他旁边 吉彩轩感觉非常的舒服 当十二个时辰过去之后 骤然之间 轰的一声巨响 陈锋感觉面前地面一阵颤抖 他睁开眼 便是看到一个巨大无比的怪物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这巨大无比的怪物 足足有上百米的高度 正是那放大了无数倍的 紫火真灵 紫火真灵看着陈锋 小兮兮说道 主人 我已经可以了 他倒是没有因为体型变得霸道 而对陈锋有什么出言不逊 因为他知道 他在墙 陈锋的降龙罗汉之力 也是他的可行 而且 陈锋也掌控了他的灵魂 本身他的实力 就不比陈锋弱 也就是因为降龙罗汉之力 能够克制住他 陈锋向四周看了一眼 便是看到 这狂刀金刚的巨大尸骨 已经是有一小半消失了 想来是被紫火真灵给吞噬掉了 陈锋微微一笑 好 既然可以了 那么咱们就开始吧 说着 陈锋身形一闪 骤然之间从这里消失 来到了那沼泽之中 身形漂浮于黑色岩浆之上 这个时候 里面已经过去了一天多的时间 而外面的那些长刀怪物 却还在这里等着 这些长刀妖兽 似乎极有耐心 而且 他们不用吃 不用喝 不会累一样 足足两千多长刀妖兽 在这里悬浮着 这些长刀妖兽 看到陈锋 立刻又是一声呼啸 扑了上来 陈锋哈哈大笑 不闪不闭 下一刻 嗡的一声巨响 一个怒吼之声 骤然响起 你们这些狗东西 给我死吧 接着 那放大了无数倍的 紫火真灵 出现在了陈锋的面前 挡在了他身前 而后 他鼓起了嘴 身形迅速变得 如同一个气球一般 越长越大 终于 涨大到了极限 轰的一声巨响 这紫火真灵 竟是直接炸开 而随着他的炸开 在他身体之中 喷射出无数 青黑色相间的光芒 这些青黑色相间的光芒 如同一道流水一般 向着那些长刀怪兽 狠狠地缠去 几道光芒 缠住一个长刀怪兽 那些长刀怪物 一开始还非常嚣张 而在看清这东西的长相 感受到这些光芒的气息之后 一个个都是变得慌乱无比 发出一阵阵惊慌的尖叫 向外逃去 但是他们又如何逃得掉 这些青黑色相间的气息 疯狂地向前扑了过去 然后将那些长刀怪物 全部都死死地缠住 他们缠上之后 顿时长刀怪物表面 便是泛起一个个气泡 身体表面发出滋滋的响声 身体在不断地减小 他们在不断地被侵蚀 被吞噬 终于轰的一声 一个长刀怪物被那三缕气息 给彻底腐蚀 化作了几块零碎的柳叶晶晶 跌落在地面之上 他的身体直接消失了 一头长刀怪物被杀只是开始 而剩下那些长刀怪物 也是纷纷被杀 不过一盏茶的时间 这些长刀怪物 便是被杀得一干二净 这时候 那些青黑色的气体 也是全都消失了 速度极快 就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一样 陈锋看着这一幕 瞠目结舌 但是 他还有点担心子火真灵的安慰 连忙喊道 子火真灵 你怎么样了 这个时候 陈锋旁边出现一个微弱的声音响了起来 主人 放心吧 我没事 陈锋赶紧看去 然后便是看到 在旁边 一个小小身影 悬浮在那里 这黑影高度 大约只有一尺 正是他刚见子火真灵时候的样子 此时的他 似乎非常虚弱 陈锋问道 你怎么样了 子火真灵摇头说道 放心吧 主人不用担心 我只不过是将那些刚才吞噬掉尸骨之后 储存的力量给用掉罢了 我现在 并没有什么损伤 陈锋点点头 这才微微放心了 接着 陈锋便是看到 随着这些长刀怪物的消失 那些黑色的岩浆 也如同被蒸发了一样 以极快的速度不断地下沉 它们表面泛起一个个巨大的气泡 然后黑色岩浆则是不断地消逝 不断地下沉 就好像下面有一个巨大的黑洞 在吞噬它们 很快 这些黑色岩浆 下沉化作了一个大壶 中间位置 则是一片巨大的石头地面 而石头地面之上 则是横躺着狂刀金刚的巨大尸骨 当然 这具尸骨 只剩下了大半 陈锋长松了一口大气 这些长刀怪物消失 解除了它目前最大的一个威胁 而且 还有其他的收获 本章完 第2756章 第二环线索 陈锋微微一笑 身形一闪 大秀一卷 顿时 地面之上哪掉落的足足六千枚柳叶金晶 便是尽数被它纳入手中 这些材料 虽然等级不是极高 但是数量很大 陈锋估计 至少也能够卖出几十万龙血紫金的价格 此行过来的收获 其实已经算是极为的巨大了 不但得到了紫火真灵 而且还得到了一把如此强横的巨刀 更是获得了许多秘星 和这些东西相比 这几十万龙血紫金也就不算什么了 陈锋看向紫火真灵 说道 我现在要问你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紫火真灵似乎想到了什么一般 说道 主人 你问吧 陈锋盯着他 一字一句问道 那九环的第二环 在哪里 紫火真灵一声身影 我就知道 主人你肯定会问这个问题 紫火沼泽的终极秘密 现在我是没有资格回答的 你也知道 单靠这些代价 无法让我回答 你掐得真是准了 我刚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 他看着陈锋 面色凝重说道 主人 你可想好了 如果你要我回答这个第二环的问题的话 那么我将这具尸骨剩下的所有 全都吞噬掉 才能回答你这一个问题 而且 也只能回答你这一个问题 你可就将这些尸骨都给用掉了 陈锋点头 非常肯定地说道 我确定 紫火真灵看着陈锋 轻声感叹说道 主人 你确实是我这些年来见过的最为强大的人类 你不仅仅是实力强大 而且拥有着非常强横的精神 并且 你认定的决定的事情一旦决定 那么就绝对不会更改 为其如此 才能在那通往大道巅峰的路上 坚定无比地向前走着 他目光之中露出一抹沉思之色 看着陈锋 轻声说道 当年我也认识这么一个人 可惜呀 他赶紧将话题岔开 说道 主人 我这就开始吞噬 说着 直接飞到那巨大的尸骨上面 他刚才说的那番话 对陈锋也是产生了一番震动 毫无疑问 他口中那位和陈锋性格很相似的人 应该就是制造他的人 陈锋看着他 心中也是生出一丝异样的感觉 他感觉这些日子以来 自从自己开始接触到 那个人发布的线索 留下的这些线索 到现在为止 一股股非常熟悉的感觉 萦绕在自己心头 那个人 到底是什么来路 他到底跟我是什么关系 为何我会有这种熟悉的感觉 陈锋鸣思苦想 但很快 他便是虚了口气 心中暗道 反正 无论怎么想 我也想不明白 那就算了 看一步算一步吧 反正 随着线索的解开 一环又一环 慢慢地被我熟知 那么他的身份 也必然将浮出水面 接下来 整整两天的时间 咔嚓咔嚓咔嚓的声音 不断在此地响起 紫火真灵头在奋力地吞噬着 那狂刀金刚 骨头的其他部分 而陈锋 则是在四周巡视 这里虽然是沼泽地的北端 离着沼泽地最为繁华 人最多的南边很远 但是却也不是什么不毛之地 照样会有武者来这里 陈锋绝对不允许别人打扰 紫火真灵的进餐 绝对不允许 自己即将得到的第二环线索 被别人打断 所以 陈锋每日以极快的速度 寻游周围百里之内 而幸亏他有仙剑之名 在这短短两天的时间里头 陈锋便是碰到了五波五者 当然 都是被陈锋给打发了 陈锋并没有直接将他们击杀 陈锋也没有劝导他们一番之后 将他们放回去 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 鬼都知道 这里肯定有着一个了不得的大秘密 陈锋只是将他们打晕了之后 扔到一处山洞之中 很快 两天时间过去了 当陈锋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 他看到那巨大的狂刀金刚的尸骨 已经是消失了 而那些黑色熔岩 则是开始向这里蔓延 即将把这里吞噬 在旁边 紫火真灵则是站在那里 只是 他的体型并不上一次吞噬了那么多尸骨一样 变得非常巨大 还是到陈锋腰间那般高 陈锋挑了挑眉头 问道 这次 你怎么没有变大 紫火真灵解释说道 我上一次之所以变大 是因为将那些力量储存起来 释放那强大的绝招 而这一次 我只是要回答你的问题罢了 我回答你的问题 天然便会抵消我 吸收的那些资源 所以 陈锋点头 那么 你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 他目光炯炯 看着紫火真灵说道 第二环的线索在哪里 应该怎么过去 紫火真灵头 点头说道 我现在就带你去 陈锋点点头 正要说话 忽然一声苦笑 不对 这东西怎么办 说着 他指了指那横跟于地面之上 巨大无比的问天斩神刀 这问天斩神刀 长度足足有数百米之巨 重量更是达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 陈锋等人 根本就无法轻易地拖动它 陈锋试着 将其装入金线锦囊之中 但是在活生生地撑爆了两个金线锦囊之后 陈锋便是放弃了这个打算 紫火真灵说道 这个金线锦囊等级太低 根本无法容纳 他苦笑道 这个我也没办法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 他作为一个拖累 带着他走 第二 把他舍弃在这里 等你有足够的力量的时候 再回来拿 陈锋点点头 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便是走到旁边一处山上 拳头狠狠地砸了下去 轰的一声 便是将地面砸出来一个大坑 紫火真灵愣住了 看着陈锋问道 主人 你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 废话 难道就把这把刀 大大咧咧地扔到这里 当然是要挖个坑 把它给埋起来了 陈锋说道 向紫火真灵招招手 还不赶紧过来帮忙 紫火真灵 赶紧应了一声 飞了过来 他头上那些花丝全部飞出 变成足足有数十米长 刺进这坚硬无比的山石里面去 本章完 第2757章 荒极功法 遇见真灵绝 这坚硬的山石 在他的花丝面前 就如同豆腐一般脆弱 要知道 他的花丝 可是连陈锋的身体都能刺穿 更别说 这些山石了 而想要藏东西容易 但是怎么藏的巧妙 却是非常的困难 陈锋选的地方非常的好 旁边就是一大根巨大无比的黑红色火柱 火柱乃是从一个大坑之中 分飞而出 陈锋挖坑的地方 就在这个火焰具处所在的大坑的旁边 转眼之间 两人便是挖了一个 足足有数百米深的大坑 然后陈锋奋力地 将问天斩神刀拖了过来 想到得有阵子 不能见到问天斩神刀了 陈锋便很是有些不舍 他有着想要挥舞一下这把巨刀的冲动 但是可惜 这把刀实在是太大了 他根本无法挥动起来 能挪动 但是无法挥动 陈锋只好看向了紫火真灵 问道 你可知道 我怎么才能够御使这把刀吗 陈锋知道 一定有办法的 在昭革天子城之中 包括再来紫火沼泽的路上 他看见了许多遇见飞行的人 那些人的剑 动辄就几十米大小 如果不能够随意使用的话 对他们来说这 岂不是太过鸡肋 紫火真灵哈哈一笑 问我就对了 幸好这个也不设计什么机密 单凭我自己的知识 也能够告诉你 他看向陈锋 说道 想要御使这种体型 远远超过自身的巨大武器 需要得到一种武器 什么武器 陈锋挑了挑眉头问道 这种武器 若你用的是刀 那么就是御刀真灵觉 若你用的是剑 那么就是御剑真灵觉 原来如此 陈锋听了 缓缓点头 这个一听名字 就可以听出来 是做什么的 紫火真灵微笑说道 这种东西并不罕见 但是等级却非常的高 数量虽多 但绝大部分 却都被强大的武者给掌控 因为这种武器的级别达到了 他看着陈锋 一字一句说道 荒极一品武器 荒极一品 陈锋听了 倒吸一口凉气 这又是什么级别的武器 我之前从未听说过 武器和功法的等级 难道不是分为天地玄黄四大等级 而每一大等级下面 又分为九品吗 陈锋之前修炼的 便是天极九品的武器 却没想到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荒极的功法 紫火真灵微笑说道 主人 那是因为 你之前没有来到等级足够高的地方 在等级足够高的地方 龙脉大陆的最强之处 天地玄黄 不算什么 他淡淡说道 天极功法 只是一个起点而已 而在天极功法之上 更是有着四大等级 这四大等级乃是 宇宙洪荒 什么 宇宙洪荒 陈锋听了之后 浑身聚颤 一颗心砰砰乱跳起来 血液流动加速 整个人似乎燃烧 他心中激动到了极点 因为 他有一种感觉 我 将接触到一个秘密 一个极大的秘密 那是关乎龙脉大陆 真正核心的一个秘密 而在旁边 集采轩也是听得如痴如醉 之前 他也没有接触过这等秘密 看到两人这般神色 紫火真灵非常得意 扬了扬下巴说道 我可是活了这么些年的 知道一点这种事情 也是很正常的 好叫你们得知 天极功法之上 便是荒极功法 荒极功法 也是分为九品 而荒极功法之上 则是红极功法 红极功法之上 则是 只是 可惜啊 这龙脉大陆之上 最高等级的功法 也不过就是荒极功法罢了 而荒极功法之上 那就不是龙脉大陆 能够接触的层次 陈锋听了 一颗心更是砰砰乱跳 他本能的便是问道 你知道从哪里可以 学到遇刀真灵诀吗 陈锋一问这个问题 紫火真灵立刻捂着嘴 使劲地晃着脑袋 显然 这家伙是知道的 只不过他不能说罢了 陈锋摇头 好好 不问你了 陈锋轻声说道 我现在 虽然能够将他拖走 但是我能感觉得非常清楚 他根本不能受我操控 我如果想要操控 他能打出一些招式 那是绝无可能的 而且 他现在上面 明明有着极为强大的灵气 蕴含着极为磅礴的力量 但是却无法为我所用 出现在我手中的时候 就如同一个死物一样 说明 我现在根本没有办法预示 他轻轻嘘了口气 看来 确实需要遇刀真灵诀才可以 他握紧了拳头 目光坚定而炙热 遇刀真灵诀 我一定要得到你 哪怕再怎么难 我也要得到 接着 问天斩神刀被陈锋头下脚上的塞到了这大坑里面去 陈锋眉头微微挑了挑 用吐石将这刀给埋了 吐石将问天斩神刀覆盖之后 离着地面还有几十米的距离 然后 陈锋便又是将旁边那个冒火的大坑的坑口封上 却是将两个坑中间打了一个通道 于是 刷的一下 那巨大的黑红色火柱 便是直接从陈锋新挖的那个坑里面冒了出来 紫火真灵鼓掌大笑 主人真是厉害 这么一来 谁能想到 那巨大无比的火焰柱之下 竟然藏着问天斩神刀呢 陈锋也是嘴角含笑 他拍拍手 看向他新挖的那个坑 由于被巨大的黑红色火焰炙烤 转眼之间 坑两边的山石 就已经是给烤成了那清黑之色 就如同已经被熏烤了几千年一样 看不出任何新挖的痕迹 而陈锋也根本不担心 问天斩神刀会被熏烤得出什么问题 在那无数黑色炙热岩浆里面 存在了几万年几十万年 问天斩神刀都没有丝毫损伤 又岂是这些黑红色火焰能够弄伤的 将问天斩神刀安顿好之后 陈锋几人便是离开此地 向前而去 离开之前 陈锋将自己等人来过的痕迹 全部清除 那些黑色岩浆随着狂刀金刚尸骨的消失 已经是向下面急速地塌陷 在原地形成了一个黑色岩浆构成的大湖 本章完 第2758章 进入第二环秘境 这样倒是也好 正好消弭了陈锋等人曾经来过的痕迹 等等 还有个其他事情 陈锋说道 他向东走了十余里 来到一处高耸山峰之上 来到半山腰 山腰之上有着一块巨石 巨石封堵了一处硕大的洞口 陈锋将那巨石般开走了进去 进去之后 便是能够看到 里面有着十余人 都被封进了十里 躺在那里 看见陈锋进来 他们脸上都是露出一抹恐惧之色 因为 就是这个人将他们封了十里扔在这里 而且 他们不但被封进的十里 也都被封了雅穴 一个个都是说不出话来 陈锋走了过来 一伸手 便是将他们的封禁尽数解开 这些人顿时都恢复了实力 纷纷站起身来 其中有一人 瞪着陈锋怒喝道 你这狗东西 竟然敢封印你家爷爷 话音未落 陈锋神色一冷 啪的一声 直接一抬手 一个大耳瓜子 便是狠狠地扇在他的脸上 直接将他扇飞出去几十米 在空中翻滚了十几圈 重重地砸在洞壁之上 方才滑了下来 他疯狂地呕着鲜血 金断骨折 摔在地上 已然是身受重伤 看着陈锋 满脸恐惧之色 一句话不敢再多说 众人 也都是静若寒蝉 陈锋看着他们 冷冷说道 我之前 将你们封印十里扔在这里 是为了你们好 为了保全你们一条性命 说着 陈锋转身 向外走去 只是留下一句话 现在 你们可以出去了 这些人面面相去他们 也都已经猜到了 这里肯定是有着什么了不得的大秘密 而陈锋 显然就是在这里挖掘这个秘密 但是 他们知道又能如何 陈锋已经将这秘密给带走了 他们看着陈锋的背影 心中暗自揣夺 有人说道 此间肯定是有着莫大的好处 咱们不如去探寻一番 好 其他人也都是纷纷点头 他们一行人离开山洞 向外走去 接下来 在这方圆百里之内 探寻了许久 但是却一无所获 陈锋一行人 向着西边去 他们现在 是在整个沼泽地偏东北的方向 而向西边去 其实就是在深入沼泽地的内部 往西边走了大约 有百余里之后 众人来到一片干涸的河谷 这片河谷之中 原先应该是有着大量的金属溶液 流淌而出 而后来 那些金属溶液 应该是已经干涸了 原地只剩下大量凝固的冰冷金属 这条河谷 也没有火焰的存在 这在整个沼泽地 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 要知道 这片沼泽地之上 火焰才是永恒的主题 火焰 无处不在 陈锋来到这里之后 顿时眉头一条 他手心一动 在他手中 便是出现了一级金卷 而将这金卷打开之后 上面呈现出来的 乃是一幅复杂的地图 陈锋将这地图只是一看 便立刻在上面找到了一个狭长的线 对应起来 正是现在他们所在的 这条干涸的河谷 紫火真灵瞥了一眼 说道 这地图 当初还是我会制的呢 哦 你会制的 陈锋挑了挑眉头 那是当然 紫火真灵下巴一扬 满脸傲气说道 我会的东西多着呢 他的花丝探了出来 在那地图上比划了一下 说道 你看 这上面的线条 是不是跟我的花丝一样粗细 陈锋一看 还真是如此 紫火真灵 接着黑黑一笑 说道 这地图啊 算是地图 也算是个陷阱 现在拿着 没什么用啊 集采轩有些好奇地问道 紫火真灵 什么意思 紫火真灵摇摇头 一脸无可风高的表情 陈锋微笑说道 你也不用着急 很快就能知道 他们沿着峡谷一路往前 很快 便是来到峡谷的尽头 而峡谷的尽头 前面则是一片开阔的金属湖泊 在那金属溶液的湖泊之中 有着无数紫火上下纷飞 还有着一些怪物的存在 陈锋指着那湖泊说道 是那里吗 紫火真灵黑黑一笑 脸上表情 很是鸡贼 他忽然往旁边一闪 来到那崖壁之上 然后伸手在里面摸索了几下 顿时 咔咔咔 崖壁便是列出来一个小小缝隙 陈锋挑了挑眉头 这个机关设置的还真的是非常的精巧 若不是紫火真灵深知此中内情的话 自己就算是在这里来回走上几遍 只怕也是发现不了的 进入缝隙 打开一个暗门 暗门之后 是一条幽深的拥抱 他们顺着暗门一路往前 一路向下 很快便是走了足足有数千米 而后 紫火真灵推开尽头的一扇大门 陈锋走进来之后 顿时屏住了呼吸 面前是一座巨大的山洞 高度足足有数百米 宽度则是达到了数千米 这座山洞不像是自然形成的 因为它整个样子就是一个半圆 浑圆无比 就宛如哪一个气泡 割成了两半一样 地面也是极为的平整 而在那地面之上 则是一大片遗址 能够看得出来 这里原先有着许多华美的建筑 但是现在却已经是变成一片废墟 忽然 尘封目光一宁 他看到 在这里这片宫殿地势 是越来越往上的 在中心位置 则是一座高台 那高台之上 有着一座小小的建筑 这小小的建筑 出现在这里 非常突兀 不是因为这座建筑多么的华美壮观 而是因为 这座建筑 实在是太简陋了 甚至简陋的都让人会忽略它 简陋的都有点不可思议 这 竟然只是一间茅草屋 非常的简陋 非常的古朴 而看到这间茅草屋之后 一瞬间 紫火真灵脸上的表情就变了 它的声音都变得颤抖起来 原来 第二环竟然是放了这些东西 封存的 竟然是这些技艺 放的到底是什么 陈锋 看向紫火真灵 说道 现在已经到这里了 你应该是可以告诉我了吧 紫火真灵看着陈锋 说道 你可能不知道 当年我的主人 他设下这些机关 留下这些线索 指向了九个环 本章完 第2759章 五行精精体 而这九环所在的地方 其实就是为了放置一些 他舍不得扔掉 舍不得遗弃 也舍不得忘记的东西 他呀 年纪太大了 实力太强了 身边的人 也越来越少了 所以 很多过去的故事 他怕自己忘了 很多过去的人 他怕自己无法缅怀 无法记忆了 所以 他在这里 坐下了九环 设下了很多线索 每隔一段时间 都过来坐一坐 怀念一下那些人 那些事 陈锋听了 心中涌起一股 莫名的悲伤情绪 许久之后 他方才轻轻叙了口气 说道 咱们进去吧 说着 他直接向着那处草房走去 陈锋有一种预感 这里的一切秘密 都在这间茅屋之中 陈锋来到那茅屋外面 刚来到这儿 他忽然便是心中一灵 原来 陈锋看到 茅屋外面 金木水火土 白青黑红黄 五色光芒 不断闪现着 这代表的是五行的强大力量 而这五行 在这里则是完美的融合 陈锋一声惊呼 怎么会 怎么会 如此强大 如此完美 而又如此磅礴的五行力量 本来是你死我活 绝对不可能融合在一起的 而现在 竟然在这里融合 而且 比我的那块五行魔神玉之王 还要强大 不知道多少倍 就好像 陈锋颤声道 就好像 这个茅屋里面 有着一块 至少比五行魔神玉之王 大出几十倍的 巨大五行精华 才能够有着 如此强大的力量 他仿佛想到了什么 急切无比 直接推门走了进去 而走进去之后 尤其是看清楚了 这屋里的景象之后 陈锋整个人都惊呆了 他浑身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动了 下一刻 这股震惊 则是化作了极度的狂喜 陈锋眼中露出一抹狂热的喜悦 他心脏疯狂地乱跳着 血液被急速挤压 鲜血喷涌 浑身颤抖 脸色胀红 激动到了极点 喜悦到了极点 忽然 他发出一声喜悦的欢呼 紫园 你有救了 紫园 你有救了 原来 此时出现在陈锋面前的 乃是一座白玉高台 这白玉高台 成澈至极 通体呈现出一股清白之色 表面有着无尽的寒意渗透出来 显然乃是一块上等的寒玉 而在这块上等寒玉之上 则是一具躯体 一具女性的躯体 陈锋快步走上前去 激动无比地打量着这躯体 这具躯体 身高比陈锋还要高一些 足足达到了两米 鹦鹉无比 看上去宛若女武神一般 而离得近了 陈锋便是看到 这却并不是人体 而是一具金金打造而成的躯体 由金木水火土 五种属性的珍稀金金打造而成 但是 这五种颜色 五种属性的金金 却不是被分开被割裂的 而是融合在了一起 在表面 则是形成了一个淡淡的象牙色的皮肤 这躯体 很高 很鹦鹉 但是容颜 分明乃是一个女子的容颜 而且长相还极为的漂亮 一头长发 如同瀑布一般洒下 陈锋颤抖着双手 想去抚摸 但是却又有些不敢 就好像 是怕亵渎唐突了一样 但是终究 他的手还是轻轻落下 当陈锋的手 落在这具躯体之上的时候 忽然 躯体之上 光芒大放 而后 那象牙色的表面 出现了无数的条纹 这躯体的上面 萦绕着白金之色 青木之色 黑水之色 黄土之色 和红火之色 这五种颜色的条纹 宛若刺青 又宛若图腾 上面自然闪现着各种图案 有红色飞鸟 高飞入苍穹 有青色大木拔地而起 根扎黄土 遮天盖日 有黄沙漫天 铺天盖地 平原无垠 卧野万里 有火焰冲天 仿佛要灼烧天雨 又有白金 风锐无比 一具躯体之上 静宛若有着一个世界 有着一个自然一样 呈现出万般波澜 当真是壮阔之极 与此同时 天空之上 仿佛有着上古的号角 轰然奏鸣 悲凉壮恋 古捉雄魂 陈锋惊呆了 显然 这具由五行晶晶打造而成的躯体 乃是一个不释出的宝物 但是 最让陈锋激动的 不是它是宝物 而是因为 它是五行晶晶打造的躯体 这是一具五行晶晶体 而且是最最上等 让陈锋梦寐以求 甚至做梦 都不敢想自己能得到的 珍惜无比的 五行晶晶体 陈锋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当日 陈锋园为了自己生死之后 柳承意将他的一羽神念封存 而柳承意清晰无比地告诉过自己 想要救活他 要么找一个体质和他极为相近 甚至可以说一般无二的女子 并且让这个女子 自愿接受陈锋园的一羽神念 要么就是用一个由最珍贵的五行晶晶打造的躯窍 去容纳他的神念 五行 缺一不可 而最好的方法 便是用五行晶晶打造的躯窍 因为 这样不但能够复活它 而且以后 它就是天生的 最上等五行之体 修炼起来 远超他人 事半功倍 极为的强大 可以说是无往不胜 速度极快 紫火真灵歪着头看着陈锋 说道 主人 你竟然也有一个红颜知己 需要这五行晶晶体 陈锋点点头 然后皱了皱眉说道 什么叫也有 难道说 他隐隐约约猜到了一些 紫火真灵脸上露出一抹缅怀之色 看着远处 轻声说道 这五行晶晶体 曾经是主人实力 还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 为他的一个红颜知己准备的 哦 陈锋挑了挑眉头 没有插话 等着紫火真灵继续说下去 紫火真灵脸上露出浓浓的怀念之色 轻声说道 他的那位红颜知己 是我见过的他 所有红颜知己里面 性子最为温婉 脾气最为温顺 同时也是 对我们最好的一个 那个时候 主人可以说未曾发迹 只是五皇镜强者 连五帝镜都没有突破 陈锋听得摇头苦笑 本章完 第2760章 复活紫园 在紫火真灵的眼中 没有达到五帝镜 就相当于还没有开始发迹了 紫火真灵继续说道 那一次 主人和他外出游玩 结果遭遇强敌为杀 他为了主人 自爆躯体 发出强大绝招 斩杀了那几名强敌 而他屈翘尽碎 甚至灵魂都是破碎了大半 只留下一缕神念存在 主人留住了他的一缕神念 而后准备好了 这具五行精精体 又准备好了一枚九转正魂丹 当得到这两样东西的时候 主人已经是五帝镜强者了 紫火真灵轻轻叙了口气 说道 他那时候 便准备回去取那一缕残魂 为他那位红颜知己 重铸身体 吉彩轩听得如痴如醉 赶紧追问道 那后来呢 尘封塌了口气 心中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悲伤 他知道那结果多半是不好的 紫火真灵 满脸咬牙切齿 说道 可是 后来主人回到自己居住的洞天伏地之中 想取那一缕残魂的时候 却发现 他的另外一名女人 故意将存放那残魂的瓶子 给打破了 那一缕残魂 已经是溢散于天地间 无影无踪 再也没有办法帮助他复活了 啊 竟然如此恶毒 吉彩轩惊呼道 紫火真灵咬着牙道 那人是故意的 他嫉妒 所以他才这样做 主人大怒 却也没忍心杀了他 只是将他逐出去 然后大哭了三日三夜 颓废了整整三十年 直到他的另外一位大敌人打上门 他刚刚要说下去 这个时候 却忽然闭口不言 显然 剩下的秘密 就不是陈锋能知道的了 陈锋摇摇头 看向那五行精精体 重新变得振奋起来 紫火真灵之前的主人的事情 不关他的事 陈锋喜悦的是现在 毕竟现在他得到了这具五行精精体打造的躯体 然后陈锋又向旁边看去 在那躯体的脑袋旁边放着一个小小的玉盒 打开之后一股富裕之极的药箱 顿时便是从里面扑鼻而出 这个药丸大约有小指头大小 通体玉白之色 陈锋说道 这应该就是九转镇魂丹了是吧 没错 紫火真灵说道 陈锋有些忐忑地问道 那么 有了九转镇魂丹 又有了这五行精精打造的躯体 是不是还需要一位九品魂宗 才能够将那灵魂安放其中 才能够将其复活 紫火真灵诧意说道 你听谁说的 哪里需要那么麻烦 九品镇魂丹 可是堂堂六品精丹 有了这一枚六品精丹 又有了这一个主人 花了十年功夫 收集了五种最为珍贵的五行精精打造的躯体 哪里还需要什么九品魂宗 陈锋问道 那怎么办 紫火真灵说道 只要是将那一缕残魂放入其中 再给他吞下丹药就可以了 陈锋恍然 果然啊 之前又麻烦又费事的那方法 是在低级别力量 层次的时候才需要的 而当力量层次提高的时候 就会省事许多 陈锋心中更是欢喜 而后 他看向紫火真灵 微笑说道 小家伙 你回避一番吧 紫火真灵 撇了撇嘴 还不想让我看 我还不稀罕呢 等紫火真灵离开之后 陈锋看了 极彩轩一眼 极彩轩神色有些复杂 他有些担心 因为他不知道 那个主人口中的紫园 跟主人是什么关系 但是他却很清楚 两人感情是深厚到了极点 所以他有些担心 生怕紫园出现之后 会抢走主人对他的宠爱 但是很快 他便告诉自己 我怕什么呢 他若能复活 主人开心 那么我便最开心了 他轻声说道 主人 我去外面为你护法 说着 提着剑走到门口 陈锋轻轻叙了口气 将那白玉镜瓶拿了出来 他的手都是颤抖的 白玉镜瓶里面 装着的是陈紫园的一缕残魂 陈锋深深吸了口气 并吸宁神 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 都灌注到手中的那白玉镜瓶之上 而后 则是就那么端坐在那里 下一刻 他则是进入了魂者空间之中 进入魂者空间里面之后 有着强大无比的魂者力量 在陈锋的身旁营绕 将这些魂者力量 在自己身体周围转了几圈 充分熟悉他们习惯之后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他轻声自语道 魂力啊 待会儿可是指望 你们发威了 你们可千万要争气啊 说着 陈锋身体之内 大量的魂者之力 骤然而出 而后便是击中了那白玉镜瓶 啪的一声 白玉镜瓶直接破碎 一缕香魂从其中飘然而出 这一缕香魂赫然正是陈紫园的样子 和他生前一般无二 只是他脸色苍白 楚楚可怜 眼睛虽然睁着 但是却毫无焦距没有任何的神采 陈锋轻轻蓄了口气 然后他伸出双手 但是却不是直接拿双手去触碰那一缕残魂 而是将魂力遍布自己双手之上 很快 魂力化作一个圆球 将这一缕残魂包裹在其中 要知道 如果拿凡尘的东西去触碰的话 将会对这残魂造成极大的伤害 陈锋可不会这样做 陈锋小心翼翼地 用魂力包裹这一缕残魂 悄然向下 悄然向下坠去 他的魂力接触到了那五行精精体 五行精精体发出一阵嗡鸣 上面有着五色光芒璀璨绽放 只是 那五色光芒虽然喧和 却是丝毫没有改变那象牙白色的皮肤 而后 魂力继续向下 继续向下 终于 那一缕残魂 接触到了五行精精体 接触到五行精精体之后 那一缕残魂之上 光芒大放 陈子元的眼中 也是露出一抹神采 五行精精体 更是五色光芒彻底消失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阵白色的光芒 这股白色的光芒 极为地柔和 转眼之间 便是笼罩到了那一缕残魂之上 然后 搜的一下 五行精精体 似乎是极为期待一样 竟是直接将那一缕残魂 给吸收了进去 本章完 记得说明镜是否则的 这一缕残魂之后 这一缕是一缕一缕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